第三千三百二十一章 一起上吧 前些年 清风城来了一位神秘剑神 这剑神只是中卫神主修为 却见挑了清风城所有剑道主神 上卫剑主都不是其对手 后来更是来清风剑阁问道切磋 清风剑阁的中卫主神 上卫主神都不是对手 甚至一位顶级主神出手 对方亦能不败 而那人 就是背着三柄这样的神剑 不过却不是这面貌 清风剑主也是爱财之人 以太上长老的待遇拉拢 然而对方也未动心离去 这列天宗 何时出了一位这等英才 清风剑主惊叹一声 哈哈哈哈 好 列天宗主大笑 叶峰的这兄弟果然实力惊人 列天宗主讥讽地望向了银猴族长 道 银沫 这一轮的魁首 我列天宗笑纳了 银猴族长脸色阴沉 没有说话 那星藤族长脸色也不好看 其他几位雄主也是一脸惊讶 下一位 白紫月淡漠说道 下方几人惆怅 没有人上台去打类挑战了 见位出窍 而七方雄主的人却已经精具不敢再战 道有实力惊人 我等佩服 风婆婆笑呵呵道 说这话的意思就是已经主动认输 当然 他本来也没有挑战对方的意思 其他几人同样抱拳 都认输了 黑紫月长老剑术 惊为天人 这一轮的魁首 当黑紫月道有莫属 那主持的主神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对众人说道 好 列天宗有感来观战的强者们 大声欢呼 崇敬地望向白紫月 白紫月下了站台 来到沐峰等人身前 对喜笑颜开的列天宗主抱拳道 信不入命 紫月长老神威 辛苦了 列天宗主笑道 心情大好 这一次列天宗不用垫底了 哼 嘚瑟什么 还有上位主神的鄙视和顶级主神的鄙视呢 林侯族长冷声道 被我宗紫月长老一见消首 迎我 你哪里来的脸面在我面前狂妄 列天宗主冷笑道 换成他激奉对方了 宗主放心 上位主神的战斗 他们也没戏唱 沐峰笑道 哈哈 好 上位主神之战 我待夜风长老神威 列天宗主大笑 如今越看沐峰越顺眼 下一轮大比 就是中位主神之间的了 又是一轮抽签 沐峰竟然也抽到了唯一一支空签 兄弟二人的运气让人无语 上位主神之间的战斗 更比中位主神的强大精彩 第一轮战斗 是飞龙殿和千语殿的 飞龙殿的长老胜出 第二局 是列天宗的一位上位主神 和天雷神宗的 结果是惨败 天雷宗的主神 如今不少都修行了部分封神咒神通 实力惊人 十场对决下来 列天宗的两位上位主神都被淘汰了 对手实力都极为强悍 这列天宗的人运气真好 又一个抽中空签 不会这个人实力也如上一位主神那样逆天吧 不少主神笛估 望向了沐峰 第二轮抽签 沐峰没有抽中空签 对手是飞龙殿的那位主神强者 第三局战斗 沐峰登台 小子 看来你没有你们哪位中卫主神的运气 这飞龙殿主神冷笑 运气不好没关系 实力够就行了 沐峰淡淡一笑 那好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实力 这飞龙殿主神一声怒笑 化为一尊半龙半人的巨大兽神 他挥动一柄巨大战刀 爆发开天神力 一道怒斩向了沐峰 恐怖的刀芒碎裂空间 沐峰拳头之中 又可怕地毁灭神闻凝聚 毁灭气息弥漫 一拳轰杀而出 黑色拳光笼罩天地 碎裂对方的刀芒 通隆隆 宛如万马崩腾而过的空间 沐峰这一拳直接破灭对方刀芒 狂暴地全力打碎对方领域 这飞龙殿主神大害 一声惨叫 被一拳轰杀而退 身躯之上透出了一个巨大的拳洞 贯穿心脏 全身骨头碎裂 这上位主神 直接被一拳打飞站台 而沐峰缓缓收拳 道承让了 飞龙殿主神色一将 其他人也露出了震惊之色 又是一招败敌 这列天宗哪里又多了这样的一位强者 而列天宗主大笑 解气 太解气了 七雄大会成立来 他列天宗就没有如此扬眉吐气过 他也一直成为笑柄 该死 银猴组长低骂一声 列天宗什么时候又多了这样的强者 沐峰成功晋级雷台赛 其他几人战斗也是先后结束 这样的战斗 对峰哥而言根本就是小儿科级别的 跟过来观战的沐狂大为失望 还以为七雄大会有什么精彩看头的 结果这些对手和至尊神会上的都差远了 沐峰他们哪怕封印了修为都不是一招之敌 最后上位主神的战斗也进入了打类环节 而沐峰直接踏上战台 第一个守类 各位这样一个个的来攻类起实在是麻烦 要不各位一起上吧 沐峰望向五名主神淡漠道 自己都封印了修为了 这些人还如此不堪 也莫怪我封哥装哥小十三了 小子你说什么 让我们五个打你一个 林侯族的那位上位神主冷笑问 其他几人也是皱眉 这家伙狂得没边了吧 一条五我没听错吧 列天宗沉静多年 这稍微崛起就这么狂了 各位长老杀了他 无数观战的混沌神灵们咆哮 异常兴奋 混沌中可就是一个强者为政权的地方 太狂了 既然如此 各位道友 联手宰了这小子 那银侯族长老冷笑 列天 你们的人如今可是膨胀的没边呢 看他如何收场 这一次心疼族长怪笑 列天宗主也是眉头一锁 叶峰也太狂了 不过也好 这样的人容易掌控 其他几人 一言不发 不过都全部踏上不站台 从五个方向锁定目封 这样 才略为有点意思 目封嘴角一扬 战场之上的他 完全不同平常的性格 修罗狂傲好战的本性暴露 也有意塑造一个如此轻狂 不同他本来面目的性格 让人更加无法联想到目封 夜风二人关系 杀 五位主神一声怒喝 有点凝聚神印阵来 也有的剑光阵阵 撕裂苍穹 气势惊人 还有的显出了银猴真身 挥动星辰大的拳头杀来 五位上位主神联手 顶级主神也未必敢挡正面锋芒 第三千三百二十二章 强势碾压 来得好 目封一声狂笑 运转寿神天诀 整个人化为一尊巨大的赤阳神员 滚滚寿神之力爆发 内涵时空神力包容的其他神力 道道混沌气息环绕护体天刚骤凝聚 五道神通 一瞬间全部轰杀在了他所在空间 狂暴的神力沸腾 空间破碎 神力淹没木风身影 让你装十三 死吧 银猴主神冷笑 一道巨大的拳芒轰击而出 然而 破碎的空间中 一道刺目的剑光化来 威力不下紫月的一剑批出 斩碎全盲 劈在这银猴主神身躯 银猴主神惨叫 被一剑劈飞 木风冲出破碎空间 银猴主神满脸不敢置信 随后木风巨大的拳头落来 轰杀在对方头颅 砰 这银猴主神的头颅直接爆炸破碎 震惊其他主神 杀 然而 这是哪清风间隔的主神一剑怒斩而至 万丈惊鸿劈向木风 木风脚下空间漩涡突然浮现 瞬间消失 独步天雨 下一刻 这清风剑阁主神周围空间之力涌动 一剑快过闪电刺来 对方的护体领域 被一剑破来 扑斥一声 这一剑洞穿对方胸膛 刺碎神星 这剑阁主神一脸不可思议 去死 其他三位主神咆哮 神通又轰杀而至 木风手中 三轮赤色神阳凝聚 三阳珠神阵 轰隆隆 三道赤阳轰杀向了三人的神通 直接抵消 随后 木风又闪身出现在了一位 心疼主神的上空 一剑汇聚恐怖神力拍下 砰 可怕的力量被这一剑拍出 笼罩对方 这心疼主神的防御神通瓦解 整个人从头到尾 直接被一剑之力拍爆 退 其他两位主神惊骇 拉开距离 惊悚望着木风 而这一刻 所有人更是目瞪口呆 包括列天宗的主神们也是如此 五位主神联手 结果被木风轻易摧枯拉朽间 击杀三人 叶峰长老 也太强了吧 一位列天宗长老震惊 眼神中全是敬畏 这一战 木风也有在列天宗扬明立威的用意 混沌只尊敬强者 好 好 好 列天宗主更是大笑 连道三个好字 他也不怕木风强 毕竟尚未主神在强 他这个斩道时重的爵士也能镇压对方 手下如此强大 他自然高兴 主要憋屈太多年 木风太给他长脸了 他殊不知 他早已经在木风算计之中 二位 就剩你们两个了 木风望向左右拉开很远距离的两人 两人脸色难看 心中已经完全没有了战意 道友实力强横 我佩服 一人咬牙道 抱拳直接认输 他认输了 另一个还打个屁 也同样抱拳认输 承让了 木风抱拳淡笑 叶峰长老 叶峰长老威武 早就提前赶来的列天宗弟子们欢呼 一个个崇拜的望向叶峰 只感觉热血沸腾 一个打五个 虐杀三人 逼得剩下两个直接认输 这是何等霸气 今日之后 方圆混沌都会知道叶峰这的名字 银莫 不好意思 这一次我总可能要问鼎综合排名第一了 列天宗主这一刻自然不会放过刺激老对手的机会 银莫脸色铁青 没有说话 拳头紧握 恨不得亲自上去宰了木风 列天宗真正的一员虎将 叶峰长老的实力 恐怕已经堪比顶级主神 不愧是出自诞生过主宰的众族 风然淡笑说道 给自己二哥拍了一马屁 列天宗主哈哈大笑 觉得木风七兄弟简直就是上天送给他们列天宗的虎将 木风退场 一片欢呼 列天宗主更是亲自上前欢迎 握着木风的手笑谈刚才雄威 不要太亲切 木风兄弟二人给他夺了两场第一 这一次列天宗的排名恐怕能入前三 甚至第一 随后是顶级主神们的战区 这一次就没木风等人插手的机会了 虽然他们真正修为也是如此 不过终究是故意保留了真正实力 顶级主神的战局 列天宗的一位顶级主神杀入了第三 成绩还不错 而这一次的七雄大会的比试阶段 也就此落幕 列天宗的总成绩赫然排入了第一 列天宗在这一次的七雄大会上也算是彻底扬眉吐气一回 后面的酒会之上 许多人更是主动来结交木风和白紫月 跟都清风间隔的主神都主动来和白紫月结交 紫月道有 没想到你竟然是列天宗宗的人 可惜了 一名容貌极为美丽的白紫女子叹息 此女是清风间隔的女建主 名为花五 当初也拜在白紫月间下 后来多次和白紫月友谊结交 这些年白紫月在清风城中常和此女在一起 阁主都说了 你若入清风 许太上长老之位 岂不是比你在列天神宗地位高 花五说道 望向白紫月的眼眸深处 有一丝爱慕 家兄在列天神宗 紫月只能谢过阁主好意 白紫月摇头 望了眼身旁的沐风 花五也失望向这个一打五 战斗力同一天的男人 笑道 叶峰道有若来 想必我们阁主也不会亏待 哈哈 我非见修 也只能谢过花仙子好意了 沐风哈哈一笑 花五文言眼眸中有些失望 继续和白紫月相聊 沐风坐在一旁 目光望向远处喝酒交谈的七位雄主 眼眸中闪过一缕缕锋芒 要不了多久 这个表面的融洽局面就会被他打破了 整个七雄势力中 除了他二弟 能让他看得上眼的强者就是这几名宗主 组长都有斩到八重以上的修为 实力惊人 他来这里 本就是为了壮大自己势力 将来甚至为诸天神界 在这里建立一个抵挡外语邪神的门户 这些人 沐风也是都当成了未来的小弟 麾下 不知道那几位雄主知道沐风的心中想法会是什么感想 酒会持续了一日这才结束 各方势力的人马不好在这里逗留 毕竟是人家地盘 都开始陆续离开 沐风也跟着猎天神宗的人离开 紫月还在这里逗留 花五和白紫月关系很不错 经常主动来找白紫月 白紫月也是受花五之妖逗留 气得沐风本源天中的拓跋玉儿想出来杀人 大骂紫月这个臭猪蹄子 被要穿戴坏了 第3323章 盘古圣族 不再考虑考虑吗 花五 紫月两人走在街上 花五低声道 神色坚有几分恳求 兄长在何方 我在何方 花五 抱歉 白紫月摇头说道 花五神色坚难掩饰失落 两人一言不发地走着 许久之后 花五眼眸中突然坚定了什么 既然你不愿意来 那我便辞去清风剑阁长老之位 去列天神宗 花五停下说道 望着白紫月 不掩饰自己眼眸中的深情 你这又是何苦 你要脱离清风剑阁 清风剑阁想必不会轻易放你离开 没必要为我舍弃这么多 白紫月苦笑 望着依人眼眸中的深情 每人之恩最难消受 花五灿然一笑 道 我本体是彼岸花 花生不见夜 夜容不见花 此生之为一人开放 只护一人 若我要来 清风剑阁为难我 你愿意用你的剑带我离开吗 花五可是顶级主神剑修 当初白紫月在清风剑阁击败的那位顶级剑主就是他 当时的花五自然不服气 后来多次和白紫月的切磋战斗之中被紫月打服 他已经对白紫月心生情愫 至于紫月 也很认可花五的剑法 有其好感 白紫月望着花五的眼神 他也在难说出拒绝的话 道 你若要走 我不送你 可是 你若要来 千军万马阻挡你 我白紫月也来接你 花五是清风剑阁唯一知道他真名的人 花五笑了 上前主动拥抱着白紫月 在他额头上轻轻一吻 笑道 等我 花五说完 人直接消失 飞向了清风剑阁 他要随白紫月离开 去清风剑阁词别 在感情方面 女人向来比男人更勇敢和敢舍弃 白紫月望着花五消失 男男道 月儿会不会吃醋 应该不会吧 大哥的四个妻子不也是相处得这么融洽吗 嗯 应该不会 紫月自我认可地点了点头 好像也是在安慰自己 满常的寿命中 白紫月这辈子极少对女人动心 喜欢过的人只有三个 一个是男邻国公主 穆峰小时候的朋友 维维 不过她成神时 男维维早已经老式 第二个是拓跋育儿 拓跋育儿还是主动追求的紫月 第三个是花五 两人是打出来的感情 又同为剑修 有许多共同话题 清风剑阁 清风剑主正在陪同几位贵客 态度极为卑微 这清风城 也是一个无趣的 那什么七雄大会的人实力真是弱得可怜 本公子连出手都没兴趣 说话的是一个极为随意 躺在椅子上的黄衣青年 怀中还抱着一位美人 这美人不断为青年神英 这青年也是面容怪异 额头出奇的大 头顶凸起似驼风 用人类的审美观来看 简直就是奇丑无比 他是顶级主神境界 而来头背景却是无比惊人 那是 盘古圣族实力又岂是我们这些地方的人能比的 清风剑主陪笑说道 对了 那个花舞 我要带走 当为侍女 盘恒推开怀中美人起身道 伸了个懒腰 这 清风剑主心中不舍 花舞可是清风剑阁中 斩道之下顶级剑主最强的艺人啊 怎么你不愿意 盘恒冷笑 不 能跟随公子 那也是他的福气 盘恒连忙道 阁主 而这时 花舞也是刚好进来 碰上了时间 花舞美人 盘恒笑望向花舞 道 我正提起你呢 你就来了 不过也正好 盘恒公子 花舞对盘恒唯唯一礼 花舞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和你商议 清风剑主道 属下也有事请求阁主 花舞道 哦 那你先说 清风剑主一皱眉 属下是来卸任长老之位的 我想去混沌四处看看 寻求斩道之机 花舞说道 他自然不能直接说要跟白子跃走 你想脱离清风剑阁 清风剑主双眉一锁 微微沉烈 出去寻什么斩道之机 用得着卸任长老之位 花舞道 我是来向阁主辞别的 当年阁主救我一次 我护清风百万年 也报答了恩情 哈哈 正好 花舞美人 从今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 整个清风剑阁 我唯独看得上你啊 盘恒大笑 过去伸手拦向了花舞 花舞连忙退波让开 道 盘恒公子说笑了 花舞不过保柳之姿 如何能入公子法眼 阁主 告辞 花舞对清风剑主唯唯一礼 转身离开 站住 清风剑主没说什么 盘恒却是一声大喝 笑道 花美人 你去哪里 你是没听见本公子的话吗 我要你从今以后 跟在我的身边 花舞 你要走可以 别得罪这位爷啊 清风剑主连忙传音 花舞皱眉 道 盘恒公子 我拒绝 那这可由不得你 本公子看中的女人 还没有得不到的 盘恒笑容不解 突然出手 一股恐怖的金色的混沌神力涌动而出 想要武力征服花舞 凝聚一方金色混沌骨印 强势镇压而下 开 花舞怒喝 体内一道白光刺出 化为一柄神剑 一剑爆发惊人的剑气 劈在这一印上 轰 两股神力对碰 顶级主神的力量 直接把格主的釜底摧毁 引得无数剑格的强者惊讶望来 能当我一印 是有当我是你的资格 盘恒反而大笑 突然 他体内更加浑厚强大的神力涌动而出 手中也多出了一柄长柄的金色神斧 让你见识见识盘古圣族的盘古神力 盘恒整个人普通化为了一尊金色战神 一斧头劈出 狂暴力量撕裂天地两分 可怕的金色斧芒斩杀向了花舞 伴随金色闪电 花舞剑中神通释放 无数剑气凝聚的彼岸花绽放抵挡 然而 这一斧之下 通通化为积粉溃散 吐吃 花舞吐血而退 被一斧头劈飞 是被冲击的力量劈飞 双眸终尽是震惊 盘古圣族的顶级主神如此强大 逃 花舞直接弃战而逃 紫月还在等他 他可不能失信于白紫月 第三千三百二十四章 神人可挡 给我拦截住花舞 清风阁主大鹤 可不能就让花舞这样走 不然如何与向这位爷交差 盘古圣族 他小小的清风剑阁可是惹不起 为马就有十多名顶级主神冲过去拦截 剑气笼罩天地 各位师兄 同门多年 我要走 你们当如此绝情 花舞目声道 花舞师妹 抱歉 你如果走了 整个清风剑阁都要遭殃 有人献一道 好 今日同门情分 那就一剑两断 给我让开 花舞抱喝 剑气凝聚 漫天生出红色彼岸花 一股可怕的剑魂力量震荡而出 冲击拦截他人的神海 所有人只感觉神魂刺痛 花舞一剑批出 剑芒撕裂天地 斩破了笼罩的剑气领域 花舞破玉而出 跑 你跑得了吗 而这时 一道可怕的光束瞬间追来 撕裂空间拦截在花舞前方 他肩生一对巨大的金色神异 环绕混沌神雷 一斧头披下 这一斧披中了花舞 花舞气血 被一斧头披中 整个人重重地砸在了大地上 红裙染血 本公子能看得上你 要你当我的侍女是你的福分 盘横冷笑 聚高林霞冷傲望着花舞 花舞起身 手持神剑 美丽的脸庞密布寒意 冷声道 我不愿之事 您死不从 盘古圣族就能如此无礼霸道 你说对了 我盘古圣族就是混沌的主人 第一强足 而你 一朵彼岸花神灵 能做我的侍女 当心存荣耀 盘横冷笑 一把抓向了花舞 神力凝聚化为一只大手 刷 而这时 一道黑色剑芒划破天地 瞬间斩爆了这一只神灵大手 一道身穿白衣的俊秀青年挡在了花舞前方 我的女人 你也配动 白紫月冰冷说道 在外面就发现了这里的动静 杀尽了清风剑阁 紫月 花舞脸色为变 道 你快走 你不是问 我愿意用我的剑为你开出一条道路吗 有我在 你要走谁也不能拦你 白紫月挡在她身前道 花舞文言感动 随后苦笑 说是如此 她如何愿意让白紫月身陷重围 放心吧 我可是很强的 白紫月扭头望了她一眼 嘴角一扬 剑羞不撩人 撩人太致命 花舞笑了 没有再言语 实践站在她身旁 我风雨随你 黑紫月 清风阁主脸色一沉 难道 花舞离开清风剑阁是为了投奔猎天神宗 小子 我知道你 中卫主神实力夺魁的那人 可惜你修为太若上不了台面 若是顶级主神 我不介意收你为我的侍卫 盘横望着白紫月 依旧的造物主姿态 盘古圣族 据说实力很强 不知道你能挡我几剑 白紫月望着盘横淡漠道 背后三柄神剑出鞘 双手搁握天问何白红 天眼神剑踏在脚下 你还没资格和我交手 清风剑阁的人 杀了他 盘横不屑说道 动手 清风阁主也冷漠道 他虽然爱财 可惜此人不为以用 不介意杀了他 削弱猎天宗实力 反正有盘横背锅 猎天宗也不敢说什么 杀 十都为顶级主神爆发 可怕的能量杀来 剑光漫天 气势惊人 花五直接燃烧剑道本源 要拼命一战帮助白紫月 保护好自己 我说过 我可是很强的 白紫月让花五熄灭燃烧的本源 他双眸中 一道道神闻凝聚释放 体内封神咒解 一股可怕的神力汹涌而出 金 木 水 火 土 恐怖 五种至尊剑气伴随混沌气息 同时从他体内爆发 中位主神 上位主神 顶级主神 白紫月气势 这一瞬间直接冲向十二系的顶级神主 花五都是震惊望向了白紫月 他竟然是顶级剑主 一直自封了修为 盘横感受这气势 眼眸中都露出了一抹金光 白紫月体内 一股奇特的气机涌动释放 嗡 嗡 嗡 一瞬间 无数弟子手中神剑嗡名 竟然全部响起 仿佛要朝败剑中君王 斩虚 白紫月双剑劈出 化为两道交叉的可怕剑芒撕裂而出 十多名顶级主神的神通 被两剑劈碎 啊 这十多人惨叫 一个个被恐怖的剑气击退 胸膛都多了一道交叉的剑痕 随后 白紫月又化为了一道惊鸿闪电杀出 恐怖剑气笼罩天地 瞬间化过三名顶级主神的头颅 这三人头颅滚落 被一剑秒杀 而白红 天问 天眼 又灌注至尊剑气杀出 化为三道咆哮的剑龙 狂暴冲击向了其他人 不 啊 三名顶级主神惨叫 神通被撕裂粉碎剑龙轰杀在身躯 人之间被击爆撕裂神魂 杀来的十二名顶级主神 瞬间死伤一半 其他六人惊悚后退 不可思议望着白紫月 这人怎么会如此强大 化无眼眸中更是泛出神采 那白衣身影 三剑而立 风华绝代 没想到我看走了眼 你竟然封印了自己修为 不错 很不错的实力 你有当我侍卫的资格了 盘横望着白紫月惊喜道 这一次出来 还能捡到一块宝 一个人才 你却没资格能驾驭我 白紫月剑指盘横 道 化无以后是我的女人 你最好不要意图染指 哈哈哈哈 有性格 你若不服 我便打到你服 你这个侍卫 还有他这尊氏女 我盘横都收下了 盘横大笑 身躯膨胀而起 整个人体貌大变 化为万丈巨人 头颅突起更加厉害 宛如大山峰一样 通体赤红色皮肤 上面竟然流动 岩浆一样的神华 背生金色翅膀 全身环绕金色混沌神雷 细袭惊人 涌动的盘骨神力 的确也是无比强大 顶级主神 能量之强堪比绝世斩道 开天 盘横挥动巨大的神斧 汇聚一身神力披下 恐怖的力量 直接要摧毁清风剑格 腐盲今世 宛如要在混沌中 开辟一方宇宙 白紫月幻剑 双手握天眼 也化为巨大剑神 一剑批出 大战盘横 第三千三百二十五章 强势杀来 白紫月怀抱着花舞 白衣染血 这一斧头要落下之际 三柄神剑脱离体内冲天 而起护注 重重劈斩在这一斧神威之上 抵挡对方这绝杀一击 然而这时清风剑主 有欲剑杀来 这一剑灌注了斩道时 重强的可怕神力 威力可想而知 剑修而言 神剑就是他们的法宝 出剑就是神通 毁灭神拳 白紫月怒笑 一拳凝聚所有至尊剑气悍然杀出 混沌神力加持 让人也无法变出气息 剑气凝聚的毁灭神闻 充斥着一股犀利之意 非色拳芒一拳轰杀在对方的这一剑上 勉强抵挡住了这一剑 不过剑王依旧在他拳头上 批出一道血痕 白紫月抱着花五神魂暴退 神色冷烈 这家伙 实力还真是不正常啊 清风剑主心中震惊 顶级主神 竟然可以抵挡住他的攻击 插了他 盘衡却是在咆哮 眼眸中全是疯狂的杀意 顶级主神 可以强大到这个地步 清风剑格的其他主神们震惊不已 白紫月的实力一再打破他们的尝试 这一刻 他体内一柄凝聚的恐怖天道气息的金色小剑 涌动出了恐怖神威 流转在他体内 白紫月的气息一瞬间变得无比危险起来 剑体竟然都被这股剑气撕裂出了血痕 大哥 看来紫月要破坏你的计划 提前宰了清风剑主 灭了清风剑格了 如此一来 我身上的底牌也不得不曝露 让人看出端倪了 白紫月难难道 他身为剑祖弟子 剑祖可是在他身上留了一些保命底牌 好 然而 这时一声怒龙笑声传来 只见周边 一道恐怖的身影不断撕裂虚空而来 他身高万丈 半龙半人 极为猙獰 头顶龙角 全身覆盖龙铃 让人看不出真容 又涌动惊人的混沌气息 什么人 一位顶级主神怒喝 驾驭神剑 一剑劈去拦截 给我滚 这可怕怪物一声咆哮 一道爪印凝聚疯狂杀出 拍在这一剑之上 天地爆裂 这一剑直接被一爪轰飞 恐怖的力量轰杀在了对方身躯 这顶级主神的神力领域宛如气球一样被打碎 被打碎的还有空间 这一爪轰杀在这顶级剑主身躯 这顶级剑主直接被一爪拍爆 杀 十多名主神反应过来 神通凝聚 一道道剑光 披向了这龙形怪物 这龙形怪物体内一股股可怕力量涌动而出 它的额头之上 竟然睁开了一只七彩神眸 一股股心神之火席卷而出 这心神之火的威力无比强悍 凝聚成了一道道炎刃杀出 斩碎剑盲轰杀在这十多名主神身躯 这十多名主神惨叫 被炎刃斩中 瞬间燃烧成了火人 青天神魔这么多年的修行下 沐风不知道用了多少心神和提升品质 击杀主神轻而易举 沐风强势杀入 随后手中多出了一柄古煞神剑 一剑凝聚神魔剑煞直接披向了清风剑主 清风剑主也是被突然杀来的 这怪物搞得惊恶 随后立马反应过来 神剑汇聚可怕能量杀出 双剑对碰 两股可怕的神力冲击八方 大哥 白子月欣喜 知道是沐风返回来救自己了 走 沐风对白子月传音说道 白子月也不犹豫 抱着花物杀出重围 拉里桃 盘横咆哮 挥动神府杀向了白子月 而这时 沐风的龙尾汇聚惊人力量抽杀向了盘横 龙尾化为千万丈长抽出 空间碎裂 这已蕴含了何其恐怖的力量 砰 这一尾直接抽得盘横的神府阵飞脱手 整个人一声惨叫 被一尾抽击撞向了清风剑阁 撞碎无数剑主 何方贼子 敢来我清风剑阁闹事 清风剑主暴怒 这家伙 和他对法竟然还敢分立攻击盘横 持戎主神力咆哮 凝聚成了一柄百万丈剑盲疯狂披向沐风 大切割术 沐风凝聚空间神力一剑杀出 空间碎裂 化为无数空间利刃披向这一剑 绞杀对方一击 随后 沐风另一手中 一拳凝聚毁灭神闻 受神之力 祖龙神力 九霄 九幽 修罗 各种神力凝聚成了毁灭神闻 承载时空力中杀出 恐怖的全盲碎裂天地 破开重重剑气轰杀在了 清风剑主的剑气护体上 空间碎裂 扑痴 清风剑主吐血而退 身躯被这一拳霸道的力量击飞 不过没有被击杀 啊 之前被击飞的盘横愤怒至极 自己也算足中有名的同境界天才 今日竟然在这个小地方 被两个不知名的人虐打 憋屈至极 他咆哮着 停了一道道混沌惊雷 太阴 太阳混沌神力 强大的肉体神力融合着 化为可怕的盘古神力 盘古圣法 毕天语 神力凝聚化为了一柄千里巨大的恐怖神斧 这一斧 蕴含了盘横所有的力量 绝对的大道神通 通隆隆 恐怖一斧披下 天地两分 这一颗清风间隔所在的天空之城都被一击劈裂 快要毁灭 暮风脸色冷漠 掌汇聚无尽的时空神力涌动而来 周围天地碎裂 大地上的玄黄惊喜 空间中的空间之力涌动汇聚而至 凝聚可怕的神闻 天荒地孽 通隆隆 一股恐怖的天地空间大风暴毁灭一切杀出 天空破碎 大地崩塌 恐怖的黑色风暴宛如黑洞爆发一样 毁灭冲击向了对方这一斧头 通隆隆 这一斧头抵挡不过片刻就被轰碎 可怕风暴笼罩向了盘横 啊 盘横惨叫 强大的圣体在宝宝风中不断被撕裂血肉 持续下去 必然肉体崩溃而亡 助手 清风见主怒吼 一剑斩向风暴 盘横可不能死在这里 其他三位斩到境界的主神也不能看着了 全部出手杀来 木风脚下空间之力涌动 背后一双空间蝶一诞生 撕裂混沌空间 直接转身撤离 空间迎蝶打通深层次混沌空间 他还没有自负到可以对付一群斩道主神 其中还有十众爵士 目的已经达到了 紫月已经图为杀走 第3326章 这锅不碑 木风的空间神通 又有吞天蚕进化的虚空神蝶相助 他要走 主神境界的人恐怕都没有办法 清风剑主打碎木风所在空间 然而根本没有发现木风身影 木风撕裂出的一次元空间深度 不是他能契及的 所有主神长老们也在攻击空间 然而木风的毛都没看见 留下一群面面相去的人 清风剑主脸色铁青啊 他偌大的清风剑格 竟然被人家杀尽杀出 自己无力留人 此事传扬出去 他清风剑格的脸都要丢干净 不过那人是谁 怎么从来没见过 猎天宗的人 即便是猎天宗 也不敢对盘古圣族弟子下手吧 盘古圣族 糟了 盘衡公子 清风剑主脸色大变 连忙寻向了被极飞的盘衡公子 只见盘衡肉体密布伤痕撞击在大地上的一个天坑中 圣体都差点废了 盘衡的实力已经很惊人了 肉体强悍 盘衡神力惊人 斩刀五六众的强者都未必是他对手 然而在目封面前还是不够看 盘衡摇摇晃晃飞起 望着自己这狼狈样子 心中全是无尽的怒火和屈辱 不管你二人是谁 我定要你们两人死无葬身之地 灭群绝肿 盘衡咆哮 出足历练来 他还没有这么狼狈过 公子 您没事吧 清风剑主过来问道 盘衡趴得一巴掌打在清风剑主脸上 清风剑主怒火大起 不过咬牙忍住了 低头不语 你看我有没有事 盘衡愤怒道 那个人是谁 我要灭他全家全族 属下也没见过 不过来就黑紫月 恐怕和猎天宗脱离不了关系 清风剑主忍着怒火低声说道 猎天宗 猎天宗 盘衡双目赤红 小小的猎天宗安敢如此 欺我 调及你清风剑阁的全部人马 我要去猎天宗亲手抓出那两人碎尸万段 抽炼神魂 清风剑主文言脸色为变 道 我清风剑阁实力和猎天宗相差无几 恐怕没这个能力啊 七雄势力差不多 相互制约 形成一个平衡 他若是去和猎天宗杀个你死我活 其他几雄做收鱼利 那就亏大了 怕什么 有我在 我背后是盘古圣族 哪怕这方混沌霸主主九英也不敢和我盘古圣族翻脸 更何况他小小的猎天宗 猎天敢不教人 我就叫人灭了他猎天宗 盘衡咆哮道 背后的恐怖势力是他肆无忌惮的原因 盘古圣族的族人并不多 然而各个都是怪物 主宰级别的强者都有不少 老祖更是混沌第一人 而盘古圣族诞生子孙极为不容易 所以异常互短 混沌之中 根本没有人敢明杀盘古圣族的人 不过盘古圣族也不是天下无敌 许多霸主形成联盟和盘古圣族分庭抗礼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 话说到如此地步 清风剑主还不答应遭殃的就是他们清风剑阁了 当下也是立马汇聚人马 混沌的苍穹 永远被一股股彩色斑斓或灰雾朦朦的浊气笼统 神界的修饰 没有能吸收炼化这种浊气的方法 会腐蚀自己的神力 两道身影盘坐在一只巨大的银色神蝶身上 在混沌虚空中破空而行 速度惊人 大哥 抱歉 险些破坏你的计划 差点曝露我的身份了 白子月歉意道 人没事就好 目风摇头 她也是接到了隐缝的人都联络 知道白子月遇见麻烦这才赶来 你和这位花五姑娘 目风笑问 花五在白子月本源天中恢复疗伤 她想加入我们 白子月脸色有些尴尬道 是想追随你吧 目风哈哈大笑 随即脸色板正了下来道 以后不可以再这么莽撞行事 今日你暴露了你的修为 此时消息传到猎天耳中必然会对我们所有人生出提防 那如何是好 要不回去就做了猎天掌控猎天宗 白子月问道 计划式的提前了 目风点头 随后又想起之前交手那人 道 那个人 什么来历 那个人的肉身和神力都很强大 比寻常顶级主神强很多 让目风记忆深刻 我听花五说过 是盘古圣族的人 白子月道 这一次恐怕惹了个背景了不得的敌人 盘古圣族 混沌第一神族吗 目风眼眸为妮 一双剑眉也是锁了起来 还好自己没下杀手 若是得罪了盘古圣族 那什么计划都得泡汤了 此人我会让天赐派隐奉监视 若是他纠缠此事不甘休 就命意做了他 目风冷裂道 露出一丝狠辣 那个花五 可靠吗 目风又问 绝对可靠 我和他相处了八十多年 知其品性 白子月说道 而这时 一道身影无声出现在了白子月身后 咬牙切齿 一把扭住了白子月耳朵 那八十年 怎么相处的啊 拓拔玉儿忍无可忍 从目风本源天中出来 扭住白子月耳朵冷笑问 玉儿 松手 疼 你干什么 你个大猪蹄子 你学坏了 学会背着我找其他女人了 以后你给我离要穿和目风都远一点 拓拔玉儿气愤道 目风苦笑 子月找欣欣 关我什么事 这锅背的莫名其妙 大哥不都找了四个嫂子吗 我这不是才两个吗 白子月委屈 什么 你还想找四个 你要气死我啊 这个我忍了 你敢再找更多的女人回来 我多了你的家伙 目风暗叹还是自己四个妻子懂事 若是都是育儿这性格 估计自己可是吃不消 去空神叠穿行空间的速度可比神州快多了 猎天宗主等人回到了宗门的时候 目风等两人也同时赶了回来 其实他们还可以更快回来 猎天宗主一回来 就让全宗大庆啊 七雄大比 这么多年来 猎天宗是难得有这么一次能排名第一 目风 白子月二人在七雄大比战绩也是引得无数弟子崇拜仰慕不已 目风一战舞 更是成为佳话 猎天宗主对两人的态度都完全不一样了 第3327章 提前动手 猎天宗大庆之时 清风剑阁却在召集人马 猎天宗主府邸上 猎天宗主也得到了一条情报消息 什么 你说 那的黑子月隐藏了修为 猎天宗主脸色为变 震惊问道 下方一人 是猎天宗情报组织的人 七雄势力七分这片疆土 没有在各自的地盘上安插一些情报人员和眼线是不可能的 这人道 没错 宗主 当时现人看得真切 那个什么黑子月其实是顶级主神 而且实力惊人 可抵挡清风剑主攻击 当时目睹的人有很多 猎天宗主文言脸色阴沉 这个什么黑子月隐藏的真够深啊 如此修为和实力 竟然卫装成中卫主神 有何居心 等等 他既然都拥有如此实力 那叶峰 还有随他们一起来的那几人 是不是也隐藏了修为和实力 想到这里 猎天宗主额头上突然冒出了冷汗 若都是如此实力 混进猎天宗想干什么 那自然是为了控制猎天宗 甚至是为了他这的宗主之位 猎天宗主不是傻子 从这一点就能想出许多可能 好你个叶峰 你们如此隐藏低调 是想打我猎天宗的注意吗 猎天宗主脸色难看 宗主 还有一重要情报 清风剑阁汇聚了许多强者 正向我们猎天宗赶来 恐怕不出意外 是奔着黑子月过来的 这人又说道 他是不清楚其中具体恩怨关系 不过白子月既然在清风剑阁如此大闹一场 不难让人想出 是因为他而来 来了多少人马 猎天宗主眉头一皱问道 具体不知 我们的眼线也仅限弟子层次的人 清风剑阁高层的事情不知晓 这人说道 恐怕是奔着黑子月过来的 你们都拍人盯紧了黑子月 叶峰还有其他几个随他们一起如宗的赤阳神员族人 有意况立马调动强者给我秘密处理掉 猎天宗主冰冷说道 我这人抱拳退下 猎天宗主来回舵步 赤阳神员族被灭 你们还想借我猎天宗的地盘死灰复燃吗 猎天宗主冷笑 随后联系其他长老们 通知清风剑阁将要到来的情况 庭院花树让黑暗的角落 一双漆黑的毛子缓缓消失 无人察觉 沐峰府邸 风歌 引凤来报 紫月修为曝露 猎天宗主已经怀疑到我们了 天赐直接出现在沐峰身前说道 意料之中 沐峰平静道 紫月在清风剑阁闹出的动静太大了 猎天宗不可能不知道 现在如何是好 提前动手吧 还有 清风剑阁那边的人 已经向猎天宗赶来了 恐怕是不愿意这么算了 天赐又道 那个盘古圣族的人 看来留下是个麻烦啊 以盘古圣族的威望 他带清风剑阁的人来找紫月麻烦 猎天宗必然不会保我们 猎天宗主既然怀疑到我们 很有可能借清风剑阁之手除杀我们 沐峰眼眸中冷光闪动 看来 不能再等待下去了 天赐 清风剑阁的人预计来到时可知道 沐峰问道 知道 预计下午到达 有引凤盯着的 不过一路行踪难以判断 天赐说道 不愧是洛神界最强的情报组织 做事情真是滴水不漏 沐峰赞叹一声 已带一半战风的兄弟们去列天宗外面守候 不能让他们来到这里逃走 更不能让盘古圣族的人神分曝露于世 那的盘古圣族的人还有清风剑阻 以及他们的那群部下 我要活的 切记 千万不能放跑一个人走漏消息 否则 我为你是问 沐峰说道 随后调动自己本人天宗人马 是 那列天宗呢 天赐又问 是该向列天宗摊牌了 这一次倒是一个机会 落实好了 吃了列天宗 还可以无声无息地拿下清风剑阁 沐峰目光深邃 折射出一道鬼芒 沐峰立马召唤紫月等人来他这里集合 要准备下手了 几人一会聚 青海直接问道 他已经料到了目前的局势 他们已经被子月暴露了 嗯 不得不提前下手了 现在也正是机会 沐峰点头 风哥 抱歉 白子月很愧疚 早晚都会下手的 不用自责 目前正好也来了机会 沐峰说道 列天宗主突然派人盯上了我们 我们现在集合 他恐怕已经布局了人手 要川道 那又如何 我们的实力 他如何布局都能碾压了他 小狂不屑道 我给他这个机会 既然要动手 我让他先出手 这个骂名让他来背 沐峰冷笑 紫月等人一动身 来沐峰的府邸 列天宗主果然就知道动静了 沐峰带着六人赶向了宗主府邸 请禀报宗主 叶峰求见 沐峰对护卫说道 叶峰长老稍等 我立马禀报宗主 这护卫弟子恭敬道 望向沐峰的眼神中还有尊敬之色 沐峰刚为列天宗争了这么大的光 目前在全宗的声望都很高 很快 护卫来报 让沐峰几人进去 沐峰七人进入列天宗主的府邸 说是府邸 其实宛如一片皇宫 七人进入大殿之中 列天宗主已经在那里等待 喝着茶水 沐峰倾天神谋法眼之下 暗自冷笑 周围虚空隐蔑了四十多名 收敛了气息在空间中的主神强者 看来这家伙已经是忌惮自己欺人实力 揣摩出了用意 想要抹杀了他们了 叶峰拜见宗主 沐峰抱拳说道 拜见宗主 其他几人也是抱拳 叶峰长老 你有什么事吗 列天宗主笑咪咪说道 仿佛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禀报宗主 我来是来向宗主挑战宗主之位的 沐峰淡笑 望着列天宗主 甚至都没心思和对方玩什么虚的了 列天宗主眼眸一眯 瞳孔盯着沐峰 冷笑道 看来叶峰长老等人果然也隐藏了修为 包藏了火星啊 宗主之位 有能者居知 宗门的选拔不是向来如此吗 我叶峰 今日可是堂堂正正来向列天宗主挑战宗主之位 谁知 沐峰突然陡然大喝 声音传遍全宗 第三千三百二十八章 清风要人 好家伙 沐峰这一嗓子顿时传遍了大半宗门 无数人都听见了 沐峰长老要挑战宗主之位 你们刚才听见了吗 沐峰长老要挑战宗主之位 这怎么可能 沐峰长老不是才尚未主神觐见吗 好家伙 我又不聋 当然听见了 沐峰长老的修为 竟然敢挑战宗主之位 得七雄大比第一 这是飘了吗 无数弟子 还是长老们哗然 挑战宗主之位啊 一方之主 除了有统一方的才能 自然还得有强大的战力 挑战宗主之位 必须经历时官 有本门的九位长老 外加宗主亲自做官 能过时官挑战成功宗主 就可以坐纳的位置 不过挑战失败 往往只有死路一条 猎天宗成立来 遇见过三位强大的长老挑战宗主之位 不过全部都死了 猎天宗主 伏底大殿中猎天宗主也是一愣 随后脸色漠然一沉 这家伙 本以为他带人过来是想暗杀他 他也准备了人马 没想到现在和他搞这么一出 如此一来 他还真不好偷偷摸摸下手抹杀木峰了 叶峰长老不过才来百年 就惦记上了我这个位置 真是好大野心啊 别藏着叶着了 亮出你真正的修为吧 猎天宗主冷声道 沐峰也不畏装啊 风神就神文解开了几道 顶级主神的气场涌动而出 但莫望着猎天宗主 道宗主 你是想按规矩 时纵观的方式来呢 还是想来兵对兵将对将的大一场 第二种你有胜算吗 猎天宗主冷笑 周围四十多名主神浮现 其实全部逼迫向了沐峰等人 这些人都是他猎天金师族的主神强者 还有两位斩道阶段的爵士主神 沐峰周围六人 也释放出了顶级主神 或是尚未主神的强大气息 护在沐峰周围 丝毫不惧怕这些数倍的敌人 相信我 如果是第二种 你会败得更惨 沐峰淡笑道 丝毫没有把这些人放在眼中 曲张声势 既然你都向全宗宣告 我给你挑战时纵观的机会 不过代价 你败了 要么让我种下魂境为奴 要么就是死亡 猎天宗主冷笑 他不幸沐峰还隐藏了修为 因为沐峰的气息中 明显有十一种本源法则 还没有开始斩道 顶级主神境界都还没有圆满 挑战台请罢 沐峰淡漠道 猎天宗主起身 冷漠道 启动生龙台 猎天宗门内 突然传出了一声生龙笑 只见磅驳的阵法神力涌动 凝聚成了十条巨大的能量神龙 这时龙冲天而起 盘踞在虚空之中 化为了十方巨大的站台空间 十方神龙站台凝聚在虚空 内部自成空间 进去之后 就只能一路站到最后 直到成功和失败 生龙站台凝聚 猎天宗的长老 数万弟子们全部沸腾了 赶向了生龙站台 要挑战宗主 这可是关系全宗未来掌权人的大事 猎天宗主 高坐地十众生龙台 他又选出了九人做官 有三人都是绝世主神 展道阶段 还有六人是顶级主神 除非沐风能一直站到最后 当然 他也可以找九个人来帮他打官 赢了 他可以直接上去挑战宗主 叶峰长老真要挑战宗主 这不是找死吗 叶峰长老才几个人 就敢挑战十众官 他的修为也不可能打得过宗主吧 汇聚来的弟子们沸腾了 虽然沐风给宗门长了脸 不过这野心也太大了吧 直接想当宗主 叶峰 过来一站吧 猎天宗主冷声道 心中暗思 清风剑阁的人应该快来了 报 而这时 有猎天宗弟子突然非赶来禀报 启禀宗主 清风剑阁带着大批强者来猎天宗了 求见宗主 这弟子高声道 人终于来了 猎天宗主心中冷笑 这回不用他亲自出手 可以借刀杀人了 叶峰 你挑战之事 姑且放一会儿 先应对清风剑阁的人 猎天宗主冷漠道 是 沐风平静道 现在还没彻底撕破脸皮 他要夺宗主之位 也要夺得占据人心 猎天宗的一众强者立马汇聚 飞向了猎天宗山门 只见不下三十多位清风剑阁强者 欲见而来 都是中上顶级神主级别的强者 一头顶级主神级别的太古蛮龙头上 盘横冷漠地站在上方 重伤刚欲 清风剑阻也在一旁 哈哈 这七雄大笔刚刚结束 清风阁主怎么来我们猎天宗做客了 猎天宗主笑问 告诉他 让他教人 盘横冷声道 清风剑阻走出 道 猎天宗主 我这次来是向你们猎天宗讨要两个人的 不 讨要人 猎天宗主故意一脸迷茫 这两个人 其中一人正是你宗的长老 黑紫月 还有一人 应该是一尊混沌龙神 至于名字不知道 那黑紫月 大闹我清风剑阁 杀了我宗不少长老 为了两方势力太平 请务必交出这两人 清风剑阻沉声道 猎天宗主闻言顿时大怒 望向白紫月 冷喝道 紫月长老 清风剑阻所言可是真的 白紫月平静道 没错 我在清风剑阁是杀了人 大胆 你这是在破坏两方关系 来人 将黑紫月给我拿下 猎天宗主冷喝道 他麾下的人立马就要动手 也在等沐风这些人翻脸 且慢 沐风冷喝道 宗主 七雄坚本就互相有争斗 对方的人死在紫月手中 是他们实力不行 紫月刚为宗门立功 人家上门你就弃他不顾 岂不是让宗门弟子和诸位长老韩兴 不少人文言的确感觉宗主 这么旧交人实在太耸了 白紫月的确刚为宗主 七雄争光 猎天宗的势力 也没必要这么怕清风剑阁啊 猎天宗主冷笑 就知道沐风会这么说 道 若是因为他 两方起了战争 死伤无数岂不是因小失大 我是为宗门考虑 宗主说的没错 白紫月破坏大局 滚出宗门 猎天金师族的强者们 自然立马跟着附和 第3329章 被七包围 猎天宗上百名主神境界的长老直视 有近伴的都是猎天金师族的强者 听命忠于猎天宗主的不下六七十位主神长老 他的话语还是有决定权的 真是可笑 何为同门 同个屋檐下的道友 家人 这才是同门 一遇见点风雨 就将同门推入风雨之中 你这点气魄 也配当宗主 沐风冷笑 撕破脸皮激愤 怎么 叶风 你也想被驱赶出宗门 猎天宗主冷声道 老贼 分明就是我风得和你争宗主 你故意针对我们 老鹰比一个 沐狂更是破口大骂 你们找死 猎天宗主暴怒 如此骂他 让他脸面合存 我宗实力并不比清风剑格弱 宗主如此做法 的确让人有些心寒啊 而这时 一位宗内顶级主神出生 是啊宗主 紫月长老可是刚刚为我宗立功之人啊 怎么能轻易交给他人 而这时 宗门内竟然有二十多人相继出言 李虎 你们难道也想宗门和清风 间隔大战不成 猎天宗主怒声道 这些人 什么时候和沐风搞在了一起 这百年 沐风的人可没有摆过 青海早已经用各种方式拉拢了一批人 利益 或者是威逼手段 就是为了这个时候造两分声势 宗主 我们无意让宗门陷入战火 不过紫月长老刚为宗门立功 如此做法的确让人寒心 对待有功之臣都是如此 不知道对我们普通长老还有如何呢 李虎长老冷笑 他可是已经见识过了拓拔青海 对他暴露的一些势力 沐风等人 完全是有和宗主争风的势力 这个时候 他倒向沐风 沐风一旦的事 他们以后也少不了好处 的确不该一有问题就将同门往外推 将来若是有人要这般杀我们 宗门也是直接推出去 那的确让人寒心啊 其他二十多位长老也是三言两语的怪声道 猎天宗主脸色阴沉 这沐风什么时候就凝聚了这样的一股力量 够了 本公子没心思听你们打口水仗 而这时盘很冷烈道 清风见主 直接给我拿人 清风见主和另外一名斩道主神带着清风见阁的人走出 气势惊人 逼向白紫月 我看谁敢动我兄弟 沐风怒喝 欺人爆发神力走出 冷声道 既然猎天宗主不保 我保 我沐风将来若是当了宗主 绝不会让我猎天宗的人被人随意拿捏 可笑 话说得好听 叶峰 我倒要看看你如何保他 我猎天宗人 任何人不得插手帮叶峰 猎天宗主冷声道 杀 清风见主冷喝 三十多名主神怒喝 爆发神力杀向了沐风等七人 战 沐风怒喝 化为一尊巨大的赤阳神元兽神 爆发可怕能量杀出 白紫月 沐狂 耀川 青海 九苍蓝 以及采儿一同爆发可怕的能量 西人杀向了三十多尊主神强者 而沐风 直接杀向了清风见主 现在沐的容貌 清风见主并未认出是之前的那尊龙神 而白紫月 站向了那盘衡 罗刹杀戒 采儿体内 一股恐怖的杀气席卷而出 四头沙魂咆哮 冲向了四名剑阁剑主 这四名剑主展出四道剑道神通 并没有能击碎沙魂 沙魂完全是沙气和怨灵构成 直接穿透能量防御 扑入了这几人的神海 这四人神海中 大量神魂力凝聚成神魂剑气撕裂沙魂 然而沙气笼罩四人神魂 四人意识都被沙气腐蚀 失去理智 胡乱攻击 采儿手持两柄罗刹神剑绞杀而出 四人头颅都被斩落 木狂化为一尊巨大的赤阳神员 身披玄黄神楷 大地玄黄力不断涌入他的体内 木狂神力也是暴涨 一刀劈出 天龙之力伴随受神之力沸腾杀出 恐怖一刀斩爆了一名剑阁主神的剑盲 强势劈杀在身上 砰 这剑阁主神惨叫 直接被劈爆 神魂都被撕裂 其他四人见到神通轰杀在木狂身躯 然而都被大地玄黄神楷防御住了 木狂令一手捏拳 毁灭神光凝聚 一刀毁灭神拳又轰爆一人 整个人 根本无惧任何攻击 劈着玄黄神凯一刀刀斩杀向了剑阁主神 神通力量惊人 大寒天灾 化为神源的青海咆哮 天寒神力席卷而出 恐怖寒气席卷天地 天地都为之冻结 道道剑光批来 然而寒朝席卷而过 剑盲都瞬间被冰封 六位剑道主神 连同护体神域都瞬间被冰封冻结在自己神域之中 也是同事 青海一剑批出 道道剑光斩过六位被冰封六位主神 这六人瞬间被斩爆肉体 九苍蓝实力更是惊人 九个本源天爆发 战斗力完全不下斩道实众的强者 手提一柄蓝色神刀 一道狂暴批下 恐怖的刀芒直接摧毁了一位斩道四重剑主的神通 这四重剑主脸色惊变 被刀起崩飞 身上被撕裂一道道刀痕 死 九苍蓝冷笑 一拳杀出 棒驳力量轰击过这四重剑主 啊 这四重剑主直接被一拳轰爆 七人 竟然宛如猛虎杀入羊群 对方三十多名尚未主神 顶级主神被杀得没有还手之力 不是三十多人包围七人 而是你们三十多人 被七人包围了 怎么可能 这 猎天宗主挥下一名主神望着这一幕满脸的不敢置信 跟对人了 离狐等人心中惊喜 猎天宗主脸色铁青 这些人 竟然都隐藏了如此可怕的实力 赤阳神员一族 有这么强大 目封手中 三轮赤阳凝聚 三阳诸神阵 赤阳神员族的大道神通 三轮赤阳爆发 轰杀向了清风剑主 清风剑主一剑凝聚九到万丈剑印重叠 轰杀向这三阳诸神阵 恐怖的神力冲击对碰 天地震荡 能量充卷数百万里 该死 清风剑主惊怒 被这爆发力量震退 体内气血翻滚沸腾 怎么会是 这些顶级主神针特么邪门了 一个个实力都如此逆天 也怪不得他 他面对的是拥有各种顶级传承的怪物 清风剑格最强的神通也就是大道神通而已 第三千三百三十章都终继了 宗主 这样下去我们的人可不是对手啊 这七人实力太强了 一位剑格主神惊骇道 他们的人已经被击杀过半了 该死 列天神宗哪里找来的这群赤阳神员族人 清风剑主一是暴怒 又一剑劈爆了沐风斩来的一头剑虎 宗主 如此下去 清风剑格的人必然全败 那时候沐风必然调转枪头威胁您的地位啊 列天宗主身旁一位斩道主神说道 列天宗主脸色阴沉 他何尝不知道这个原因 只是现在出手 背负的名声可是太难听了 这让他有些犹豫 列天 还不住我 那位可是盘捕圣族的一位公子 他若在这里出了什么事情 你列天神宗也要完蛋 清风剑主这是传音响彻列天宗主耳边 那人是盘捕圣族公子 列天宗主脸色为变 望向了那位盘捕圣族的盘衡 能被称为公子的 身后必然都是有大靠山的盘捕圣族子孙 当下列天宗主也不再犹豫 传音他孙所有的族人强者 所有人听我之令 即杀沐风和一众赤阳神员长老 列天金师族的主神们 一个个眸子瞬间杀光大方 一言不发 爆发神力杀向了沐风等人 六十多位主神出手 列天宗主咆哮 神力化为了一头巨大列天金师 轰杀向了沐风 砰 这时众主神一级 狂暴的师长轰杀在沐风背后 碎裂空间而去 喉 沐风本源天中 一头九尾神员咆哮而出 一拳凝聚可怕神光 化为一方大山之影轰撞向了 列天宗主的这一拳 砰隆隆 小子帮沐风抵挡住了这偷袭的一级 随后一头顶级主神境界的炼狱雷神雕 长笑冲出 一道道狂暴的神雷化为轰天闪电 暴击向了列天宗主 灵云 小子两兽牵制列天宗主 就知道你们会出手 天赐 震起 一锅端了 目风冷笑 目喝出声 轰隆隆 列天神宗外 周围天地能量涌动 只见六十多名战风主神出现 各个都是修为上位主神境界的强大主神 凝聚神文 一道道神文光柱交织 笼罩千万里天地 通隆隆的咆哮声中 一头巨大的白虎须一鸣线 白虎困天阵 整个战场 一瞬间被阵法笼罩 杀 天赐等六十多位战风主神悍然出手 天赐隐移深层次空间 靠近一位斩道主神 突然 一件无声撕裂空间 穿透对方周围的神力领域 这一件突袭刺向对方头颅 这人反应也快 神力爆发冲击抵挡 然而这一件又快 威力又惊人 顺杀入头颅中 直接穿透对方头颅 刺穿神魂 啊 这斩道主神惨叫 主神魂直接被一件刺出肉体 被天赐封印 杀 持正雄 闪灵 战风的人那一个不是强者 肉体堪比斩道主神 修行大道神通 配备顶级神功 神系 神人不可以一亿党实 这群人加入战场 瞬间杀得猎天神宗的强者们 仁阳马帆 还有埋伏 猎天神宗的强者们惊骇 这伙人又是哪里冒出来的 都是持阳神元族的人 该死 猎天宗主 清风剑主剑这一幕 都是又惊又怒 终埋伏了 你们都终记了 目风冷笑 这是体内七名雷神分神雷神力疯狂涌入他的体内 目风手掌中 凝聚出不一轮恐怖的彩色雷阳 凝聚了八尊顶级雷主的力量 八截雷阳 杀 目风雷阳化为了一道璀璨雷光轰杀向了清风剑主 狂暴的神雷可毁灭天地 天风九剑 清风剑主爆发自己所有剑道神力 凝聚出了九股狂暴的天地剑气风暴轰击这一道雷阳攻击 通隆隆两种神通对碰一起 谁也不让着谁 撕裂 然而这时 一只银色的美丽蝴蝶突然撕裂空间出现清风剑主神域内 一双巨大的叠斥涌动 狂暴的空间神力沸腾 化为一股空间风暴撕裂轰杀在了清风剑主身躯 扑哧扑哧 清风剑主巨大的主神体被瞬间撕裂出一道道巨大伤口 一道空间利刃劈在他头颅上 斩入了头颅之中 啊 清风剑主惨叫 被虚空神叠偷袭的手 随后 目封的一道空间雷神深夜抱起出手 已经凝聚好的风神 就这一瞬间强势杀在对方身躯 封印了神力 气血 神魂 轰 八节雷阳爆发 九道剑气风暴没有主人支撑瞬间破碎 恐怖的雷阳轰杀在了清风剑主神躯 清风剑主被雷霆爆发力轰飞 血肉横飞 整个人体内更是被雷力瞬间摧毁神脉 变成了废人 收 目封一股空间之力席卷而出 收了废掉了清风剑主 转而望向了被小子 凌云牵扯的猎天宗主 而这时 空间雷神分神也化为神雷融入目封体内 猎天宗主大惊失色 清风剑主被目封杀败了 目封飞向了猎天宗主 嘴角扬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道宗主 现在 该轮到我二人的宗主之位的正是争夺了 不过 看来你是选择了第二种方式 凌云 小子退后 让目封来 目封 何苦这样自相残杀 不如 我让你当父宗主 给你半壁江山 猎天宗主挤出一丝笑容道 我有实力稳坐你的整个天下 何必要你赏得半壁江山 目封击凤 突然暴杀而来 要么臣服 要么死 你自己选一条吧 通隆隆 狂暴的八截雷阳再度凝聚 不给商量的机会 直接强势杀向了猎天宗主 小贼 我和你拼了 好 猎天宗主化为了一头体长百万丈的猎天雄狮 爪子宛如一柄柄猎天刀 双爪汇聚可怕力量撕裂杀向了目封的雷阳 天地破碎 每一道爪子都可以撕裂星辰 通隆隆 八截雷阳爆发 爪刀碎裂 冲击得两人各自吐血而退 目封随后又一刀毁灭神拳杀出 这列天雄狮吐出了百万丈神光沙来 泯灭毁灭神拳 两人正式开始宗主之争 第3331章 是阳天宗 啊 另一边 盘横极为凄惨 强大的盘古圣体被白子月撕裂出了一道道 争吟恐怖的剑痕 惨叫声不断从他口中发出 还未见过如此怕痛的主神 三剑合如白子月体内 白子月化为了一道穿越虚空的剑红 这一剑狠狠刺出了了盘横的胸膛 痛的一声 盘横胸膛爆炸 整个人被穿透轰穿出了一道巨大的血洞 被剑红透体而过 盘横整个人狠狠地摔向远方 砸落在大地 根本没有人能来支援他 白子月落下 一剑劈下了盘横的头颅 踢在手中冰冷道 盘古圣足 不过如此 小畜生 你敢如此对我 你们闯大祸了 盘横头颅咆哮 双眸还猙獰望着白子月 主神的强大生命力 被劈下头颅他也不会死去 放心 你要死也会死得悄然无声 这阵法之中 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白子月冷笑 将对方封印 先镇压在自己本源天中 他望向战场 天地间的战局已经完全改变 列天金师一族 还有剩下的几个剑阁主神们 已经是强母之末 沐风还在大战列天金师 而困天阵外 所有人都探查不见里面的情景 也不知道里面情况如何 列天神宗的众多强者们 只能望着朦胧一片的结界 天地中干瞪眼 离狐长老 不知道里面情况如何了 之前帮沐风等人说话的一群主神最为焦急 他们可是已经绑定在了沐风的战车上了 离狐长老道 这个阵法天地是叶峰长老他们布置的 想必肯定占了上风 他也只能如此安慰自己 离这头丧家之犬 列天宗主咆哮不断 京师口中神光不断泯灭前行 撕裂杀向沐风 他口中的毁灭神光不断碾压前进 伐天咒 沐风暴喝 神魂力分凝出了一道道神闻涌入天地 上方苍穹 雷霆涌动 无数天伐神雷狂暴杀来 然而 这些天伐神雷不是杀向列天宗主 而是轰击向了沐风 补充他的雷神力 强大他的雷神力 沐风暴退躲闪 独播天宇神通让他瞬移消失 通隆隆 他刚才所在空间 瞬间被列天神光泯灭 然而这时 上方苍穹雷动 出现了一方巨大的雷霆漩涡 笑 一头巨大的雷玉剑鹏凝聚而出 千里剑鹏冲击而下 撕裂列天神光 双翅化为巨大雷剑 劈在对方的神力领域上 扑斥 两道雷鹏剑盲斩碎领域 劈飞列天金师 大切割树 同一时间 穆峰一掌汇聚空间神力撕裂而下 空间裂缝宛如一柄巨剑 切割过劈天金师头颅 扑斥 鲜血狂烹 猎天雄师头颅差点被切割落下 而穆峰化为一道剑光斩来 挥动巨大的鼓煞神剑 重重劈落 杀 这一剑斩在颈鼓上 猎天金师整颗头颅被一剑劈落 另一掌凝聚风神咒 封印对方头颅 穆峰巨大手掌探出 抓住了猎天金师头颅 猎天金师满眼惊悚 自己败了 猎天 你的江山亡了 穆峰冰冷说道 宗主 猎天金师族的强者们背后 一个个也被屠戮及杀肉身 被封印镇压 这时 战斗也结束 整片天地笼罩浓郁着血腥 大地上血流成河 无数巨大的主神体倒在破碎的大地 清风间隔 猎天金师族的主神们 被六十七名战风全灭 哈哈哈哈 杀得真是痛快 可惜敌人太弱了 九苍蓝大笑 他一人就急杀镇压了十多名主神 风歌 五亿生逃 全部镇压 天赐说道 彻了结界 目风道 所有人收了神文 结界消失 战场这时才缓缓呈现在 所有猎天神宗的强者面前 什么情况 叶峰长老赢了 还是宗主 所有猎天神宗的弟子们 翘首以盼 猎天金师一族的弟子们 自然是希望他们的宗主能赢 混沌散去 一尊尊高尽千里 宛如魔神的巨大身躯走了出来 目风走在前方 手中提着猎天宗主的头颅 结果不言而喻 老宗主败了 怎么可能 族长怎么会败 猎天神宗 真的要变天了 这一刻 全场哗然沸腾 猎天金师一族的强者们悲呼 哈哈 赌对了 黎虎等人哈哈大笑 老宗主 猎天已经拜在我的手下 从今日起 我目风便是新的宗主 目风提着猎天被封印的头颅大贺道 望向全宗 大家还等什么 还不快拜见新宗主 拜见叶宗主 黎虎立马大贺道 上前功身拜礼 拜见叶宗主 其他二十几位主神长老立马见风使舵 全宗人面面相去 不过这一刻 事实摆在眼前 拜见宗主 不管心中服不服 这一刻都不得不臣服 目风的威压之下 我不甘啊 猎天宗主咆哮 自己统治了这么多万年的江山 就这么被人家夺了 不过混沌中就是如此 从来都是踏着别人尸骨上位 强者享受天下 目风提着猎天宗主 头颅入宗 所有人无意不适低下头颅 目风身后的强者们 也都提着战败者的头颅 包括清风剑阁的人 也有的人心中激动 新的宗主远比老宗主强大 猎天神宗 未来或许会凌驾其他几雄之上 我叶风 今日担任新的猎天宗主 我在位时 绝不容忍我猎天宗弟子 被其他势力欺压 也绝对不会干出 丢弃同门生死不顾的事情 若有人不服 也可以向我发起挑战 目风避拟的目光望向全宗数十万弟子 几万神帝 目光所及之处 大家都低头避开目风的目光 宗主大义 李虎立马又高声喊口号 整个所有人都不得不跟着这么来上一句 还有 从今日后 猎天宗 更名赤阳天宗 目风望着所有人道 赤阳天宗虽然名字不太好听 不过也代表了赤阳神元族的意思 让人更加不会联想到目风等人 会是诸天万界人的身份 赤阳天宗 混沌立足第一步终于落下 第3332章 雷霆手段 宗主 如今清风剑主 还有清风剑阁 三十多位元主神全部折损这里 实力大将 正是我们赤阳天宗 一举拿下清风剑阁的最好机会 拓拔青海抱拳说道 风哥 给我三十位战风弟兄 三万兵马 我去拿下清风剑阁 目狂抱拳说道 主动请战 如今的确正是一举拿下清风剑阁的机会 紫月 夜狂听令 目风沉声道 再 两人上前应命 你二人 挑四十位战风的兄弟前去 外带五万天风军 两天内 给我拿下清风剑阁 莫 目风下令 两人应令 直接挑人 随后带领五万天风军 清火速反杀向了清风剑阁 宗主 我们统治两块地盘 恐怕其他五雄会被逼迫结成联盟对付我们啊 离狐脸色为变 目风还有这么大的野心 哈哈 不怕他们结盟 目风朗声一笑 他望向了手中的猎天金师 冷声道 猎天 你败了 是臣服还是死 你自己选择一条路 死 你的族群终于你的人都会为你陪葬 服 我风你为我麾下护法 今后我一桶七雄 你的地位只高不低 目风威逼利诱 一面是死路 一条是为人臣 你竟然有一桶七雄的野心 猎天也被目风的话吓了一跳 我赤阳神元族曾经也算得上一方小霸主 我怎么会甘心救熊聚你猎天宗 我赤阳神元老祖虽死 可是我祖底蕴还有 我已经的老祖主宰传承 跟了我 未来你只会更加威风 绝路和一条康庄大道 你自己选吧 目风半真半假说道 猎天沉默不语 也在犹豫思考 如今他已经不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好不容易活到了他这个境界 自然不愿意就这样陨落 也罢 已经败了 脸面丢尽 死了也是屈辱的死去 没有意义 我猎天愿意臣服 猎天宗主苦涩说道 是食物者为俊杰 放开你的神海 我要在你神魂中种下神通 你若以后敢对我阳奉 因为我随时可以杀你 目风冷漠道 猎天满脸苦涩 最终还是收敛了神海 让目风种神通 九幽魂虎凝聚魂种 种在了猎天的神魂本源之中 一旦爆发就可以要了 猎天的命 你呢 我们的清风建主 你的清风建个毁灭就是这几天的事情 目风冷漠望向了清风建主被封印的神魂 小贼 我被建修岂是没骨气的人 要我做你的奴仆 不可能 清风建主咬牙怒喝 建修者 明哲不屈 大多都很有骨气 有骨气 不过不知道 你本源天中的族人们能都否这么有骨气 我叶峰不是要你当我的奴仆 你只要好好帮我办事 将来 你会拥有更高的地位和荣耀 反之 你会死 你的族人都会为你陪葬 想想那些无辜的族人吧 这世界的生存法则就这么残酷 你们不也是臣服黑日神报一族的统治之下 沐峰冷漠说道 你好生卑鄙 清风建主破口大骂 纯良的人 走不到现在 沐峰道 清风间隔被臣服前 我给你时间考虑 我叶峰也是一个爱才之人 沐峰说完 直接将他封印在自己本源天中 沐峰望向无数望向他的宗门弟子 长老 道 从今日起 我叶峰执掌赤阳天宗 我会把宗门内每一个人都当为同胞 然而 谁若对我叶峰不服而对我背后捅刀子 我必然不会手下留情 拜见宗主 赤阳天宗五万神帝 百名主神 这一刻恭敬行礼 心有不服之人 也不敢表现出来 列天城 列天宗 彻底变天 今日起叫赤阳天宗 白子月 木狂 带领大量人马 乘坐神剑 一日到达了清风城 到达清风城后 白子月和木狂直接带人杀入清风剑阁 清风剑阁留守的五十多位主神带领剑阁弟子奋起反抗 然而他们的阁主 大量的精锐都折损在了列天宗 他们又如何是对手 清风剑阁大败 被白子月带人占据 仅仅不过两天而已 木风的人轻易打下两块地盘 清风剑阻最终还是选择了臣服 列天神宗 清风剑阁的剧变自然瞒不过其他几雄 当银猴族 星藤族 飞龙殿 千语阁的人得知这的消息后都是大惊失色 银猴族 组长银莫 什么 列天神宗被叶峰夺权 清风剑阁也被列天神宗攻陷 银莫一拍桌案震惊起身 不可思议问道 回组长 眼线来报 此事千真万确 这个叶峰一直都是隐藏了实力和修为 夺取了列天神宗的权力 赶下列天宗主后带领一群赤阳神员族人建立了赤阳天宗 如今更是攻陷了清风剑阁 占据了两大地盘 这人沉声道 该死 这事情怎么会发生了如此突然 列天这的废物 属下有谋反之心竟然都不知道 银猴族长脸色阴沉 如此一来 气雄相互制衡的局面就被打破了 这兴起的赤阳天宗打破了平衡 平衡一破 就会有欺压和战争 传人 立刻派人去其他武雄 联系其他几位掌门 族长 同时给我盯紧了这赤阳天宗 银莫阴沉道 同样震惊 随后感觉到了压迫力的 还有其他几族势力 兴藤族长藤千龙 千宇殿主 宇妙龄 自己飞龙殿主 荒雄 最轻松 最高薪的莫过于天雷神宗之主 丰然 丰然被靠坐网椅之上 双腿都交叠瞧起 一脸笑意 道二哥动手还真是快 短短两天就同时收服了两方人马 恐怕现在其他四雄正焦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吧 用兵和谋略 十个四雄家一块也都不过沐风先生 四雄现在肯定想联盟打垮沐风先生这一股打破平衡的势力 必然会联系我们 蜂婆婆笑道 沐风的能耐她可是深有体会 那可是绝境中都能逆转乾坤的可怕人物啊 豹 宗主 迎侯族来使求见 这时护卫禀报道 呵呵 婆婆 你说的来了 第三千三百三十三章 联盟之会 豹 宗主 千宇殿来使求见 豹 宗主 飞龙殿来使求见 几乎同一时间段 四雄势力的来使已经来到了天雷神宗 包括其他几方势力 几乎都同时派遣了来使 相互约见 为何各方反应能如此迅速 各方势力地盘之见 都照顾安插了情报站 一道有紧急的事件 情报站的人接到命令 摇身一变就是代表来使商议事情 豹然自然是接见了这些人 而且还是统一接见 大厅之中 四方来使面面相许 有些尴尬 不过也不觉得奇怪 大家恐怕都是收到了同样的消息过来 拜见丰然宗主 四方来使对丰然恭敬说道 四位来使 你们同时要见我 所为何事 纯红齿白的少年高座宗主之位 丰婆婆在其一旁站立 丰然明知故问道 银侯族来使先秉明来意吧 银侯来使恭敬道 丰宗主 根据我族可靠情报 列天宗 心上为宗主叶丰 破坏和平 攻打清风剑阁 清风剑阁沦陷 掌控大量势力 我族长为和平考虑 想与贵宗结成联盟 共同对抗制衡列天神宗 不 现在更名为赤阳天宗了 丰然文言直接道 我的人也得到了这个情报 各位呢 你们的来意也是如此 没错 封宗主 我们千语殿也想和贵宗结成联盟 我飞龙殿也是由此来意 我新藤族也想和天雷神宗结成联盟 共同制约赤阳天宗 其他四人也相互禀明了来意 丰然望了眼丰婆婆 丰婆婆会议 道 我们宗主也本正想拍使者和各位代表势力共商此事 我天雷神宗 愿意和各位结盟 共同制约这赤阳天宗 太好了 丰然宗主英明 次方来时喜道 不过 联盟之事 还有制裁赤阳天宗的事情 还需要我们这些当家的亲自见面谋划 我们宗主想和各位身后的几位当家人见面 大家详细讨论联盟之事 也请各位来时能禀报各位当家人 丰婆婆又道 此事我们会回禀我们宗主 同意 我们立马转告我们组长 四位来时也很快答应了下来 丰然和四位来时客套几句之后 就让这些人离开了 婆婆 您怎么能答应联盟 丰然不解 呵呵 然而 婆婆这是在帮你二哥呢 你不信 你二哥立马也会派人联系你这么做 丰婆婆笑道 果然 丰婆婆话没有说完 丰然的传音神符就亮了起来 是二哥来到传音 沐丰也是让他答应各方的联盟要求 并提出亲自见面 婆婆 这是为何 丰然惊奇问 你啊 果然还是太善良淳朴了 四兄要被你二哥玩死了 丰婆婆笑道 给丰然解释原因 丰然这才豁然开朗 顿时觉得脸红 如今才明白 当初沐丰先生让你别暴露和他的关系是有多么高明 当时他就已经算计看到了今天的局面 此人不成大事都难 丰婆婆感叹一声 丰然身边还好是有他 不然 丰然这性格 心性谋略 在这个世界生存 哪怕有实力都容易被人家玩死 赤阳天宗 大殿之中 沐丰把玩这传音符 青海笑道 只要四兄答应 这一次恐怕是要被一锅端了 呵呵 能兵不写任 不大规模曝露我们的底蕴最好不过 如今 就等四兄上钩了 沐丰但笑 还想联手制衡我 四只水中鱼虾 沐丰早就给你们烧了一锅开水 等你们往下跳呢 各方势力之间也是相互沟通过 同意丰然的意见 组织首脑会谈 建立一个首领指挥部 商议抹除沐丰赤阳天宗 丰然自然是争取会议地点在天雷神宗境内 而各方商议之后 决定在天雷神宗境内 又靠近飞龙殿势力范围的一座小城之中 华兴城 而会议的时间 就决定在了三天之后 可见各方都不想耽搁解决 调木峰这一颗眼中钉 肉中刺 华兴城 一座居住人口不过百来万人的小城市 在天雷神宗境内 也靠近了飞龙殿的势力范围 天雷宗的人 提前已经来选择好了会议地点 在华兴城的城主府中 三日过后 四方人马 以各方首领为首 都带了七八个 十来个主神境界的强者 陪同来到了这一座华兴城 汇聚在华兴城主府 各位远道而来 风某有诗远迎 风然自然是挨个出去相迎 银猴族长 银莫 飞龙殿主荒雄 是名魁梧男人 本体满荒义龙族 兴藤族长是名阴柔的男子 一身轻衣 而千玉殿主 是名极为美丽的黑群美夫人 本体是一头混沌魔情 舍尾龙鸾 四位族长 殿主 都带来了一些强者护卫 数十名主神 五方当家的 这一刻全部汇聚在这华兴城主府 会议厅中 灯火通明 宝石吊灯绽放柔和神光 五人不分主客 一人单独长桌 对坐两排 身后都是带来的强者 展开会议 数十名顶级主神汇聚一堂 除了丰然 其他四位族长 殿主 几乎都是斩道九重 实众的强者 实力和列天宗主 新封建主 他们差不多都是一个级别的 各位 这兴起的赤阳天宗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了吧 银莫首先开口说道 这不是废话吗 不知道能来这里 荒雄冷恒一声 道 各位 这赤阳天宗不懂规矩 我敢我们也不用怎么商量了 直接一起发兵 抢灭了这赤阳天宗 人家赤阳天宗 那个什么叶峰 竟然敢这么占据地盘 破坏七雄的规矩 必然也是有所依仗 千语殿主 与尿陵雍懒说道 声音苏魂魏股 依仗 能有什么依仗 赤阳神员族都被灭了 赤阳老祖不在 他们最多也就是逃跑的一些虾兵蟹将 只是那个叶峰隐藏的身 这样一个强者 竟然隐藏修为参加 上位主神的大笔 不过 他破坏了规矩 就得死 第三千三百三十四章 都给我吃 飞龙殿主 荒雄态度极为霸道 冷然道 他若是夺猎天宗主之位 那是他们内部的事情 然而他没有和大家商议 就占了清风间隔 一人占据两块地盘 这就是破坏了规矩 若谁都这么干 我们七雄都相互残杀 天下大乱散了 荒雄殿主说的没错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这个叶峰一来就破坏了规矩 让我们其他人放在什么位置 我建议 直接组织联军 攻陷赤阳天宗 彻底灭了叶峰的人 银莫组长冷声说道 灭了赤阳天宗后 地盘如何划分 清藤组长问道 呵 这还没灭人家呢 就想分人家地盘了 与妙灵 激笑 随后皱眉 这叶峰 绝对不可能是鲁莽之人 他攻打清风剑阁 不可能没有考虑过后果 赤阳神元族据说是被一方宇宙的大能灭了 然而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各位别忘了 赤阳神元族鼎盛时可是拥有堪比这方混沌真正的雄主 非欲神豹一族的力量 与妙灵比较谨慎 觉得叶峰有什么依障 丰然宗主 你怎么看 与妙灵突然望向了丰然 在场人年龄最小的人 他可是从来都是一言不发 丰然笑眯眯望着所有人 他的笑容 让众人觉得有几分诡异 我认为 我们应该投靠赤阳天宗 丰然说道 什么 众人一愣 都没有反应过来 随后只见 上方苍穹 突然一方鼓硬从天而降 镇压杀下来 这方鼓硬 大有十万丈 笼罩整个府邸 一股股封印神力凝聚如龙纹 构建成了一方特殊的阵法 笼罩在了整个府邸 轰隆隆 府邸瞬间轰塌 巨大的金色鼓硬笼罩上空 释放可怕的封印神力 府邸中的人大惊失色 一个个正响起身 一股股可怕的封印神力 笼罩自己身躯 体内的神力 神魂力都被强势封印 怎么会是 发生了什么 啊 我 我的修为 我们被封印了 封印 莫非 封印 你搞什么 四方首领 骇然失色 一个个惊怒起身 乱成了一片 也有人怀疑的望向了封印 刷 刷 哈 同时 四方天空 一道道散发着强大气息的身影出现 上百尊主神境界的强者出现在了周围赶来 哈哈哈哈 如此会议 怎么能没有我呢 这时 一道身影在十多人的簇拥下从厅外废墟走了进来 来人一身黑袍 赤色长发 面容刚毅阳光英俊 头颅上有一对赤脚 左右还有猎天 兴风建主 叶峰 叶峰 他怎么在这里 不好 我们终圈套了 丰然 你是内鬼 四方首领还有麾下的顶级主神门大惊失色 有人瞬间明白过来 惊怒望向了丰然 大哥 二哥 丰然抱拳起身 上方镇压的 自然是丰家的青天神宝 丰天印 老三 你的丰天印真好用 哈哈 一下子就枉了这么多大鱼 酒苍蓝笑道 丰然 果然是你 为何坑害我等 银莫咆哮 冲向丰然 调动神力 然而本源天一点动静没有 风婆婆冷哼 一巴掌抽出 银猴族长银莫惨叫 被一巴掌抽飞 族长 银猴族的强者们连忙去扶他 其他的人也是咬牙切齿望向丰然 还有过来的叶峰 各位 上次酒会一别才几日又见面了 来人啊 给我加个座 各位 也别客气 坐下说话 木蜂自来熟 丝毫不顾及其他人难看的眼神 想吃了他的目光 同时他们暗自感应 心中恐惧 神力 神魂力都无法调动了 整个人瞬间修为全消 丰然宗主 为什么 银猴族美眸冰冷望向丰然 丰然被对方目光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这种事情在他眼中是有点卑鄙的 哎 银猴族店主 我没记错吧 目风大大咧咧坐下 道 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 别为难我三弟 对了 我和他是兄弟 还用解释太多吗 这就是针对我们的圈套 与妙林冷然道 我其实是想和几位好好谈谈心 喝喝酒 哈哈 不过与仙子要如此认为也可以 目风大笑 叶峰 我去你的 你个卑鄙小人 快解了我们封印 不然我等让麾下人那踏平你的赤阳天宗 飞龙店主 荒雄咆哮道 目风眉头一皱 道 太没有礼貌了 紫月 把他的头和舌头都给我剁下来 我要吃一道红烧龙舌 刷 白紫月瞬间见动 下一刻 鲜血蹦见 荒雄的头颅真的被一剑斩落掉下 变成了巨大的独角龙头 长剑一划拉 还真把舌头还窃下来了 组长 店主 飞龙店的人暴怒 心灵主神 瞬间控制住了被封印的欺人 吼 吼吼 叶 龙头嘶吼 浑舌也被切落 荒雄话都无法说出 这一幕倒让其他人恢复了理智 现在大家都小命可都是掌握在 沐风的手中 小美丽不过用了几分钟 还真给沐风搞出了一大盘红烧龙舌端上来 一大份香味扑鼻 这可是斩到主神兄的舌头 能补香吗 给各位组长 店主一人送上一份 沐风对左右的护卫说道 两名主神还真给银沫等人送上了一份 银沫等人脸色难看 沐风笑道 这种美味几位都没吃过吧 哈哈 我也没吃过 不过我姐妹的厨艺天下无双 各位尝尝 沐风说着冻筷子 加了一块龙舌平常 嘖嘖称赞美味 荒雄被斩下的龙头瞪大眼睛 满口鲜血 望着自己舌头被吃 各位怎么不吃啊 沐风望着其他几人没有冻筷子 几人哪里有心情吃 喷 沐风一拍桌子 喷的一声 道 几位是不给我面子呢 还是不给荒雄店主面子 给我吃 沐风一声冷喝 几人一机灵 不得不低头 连忙夹起一块龙舌吃了起来 哪怕再美味的龙舌这一刻 在他们口中也是索然无味 第3335章 谁人不服 沐狂看的是直流哈拉死 风哥 我想吃 沐风瞪了他一眼 沐狂甘笑两声 随后又是一脸杀气和严肃 各位 这龙舌味道如何 沐风淡笑问 荒雄那叫一个愤怒啊 自己一个脑袋 望着这几人吃他的舌头 呵 呵呵 这龙舌实在是美味 那位仙子的厨艺也是天下无双 银沫几出一丝笑容说道 其他两人也是勉强着笑脸迎合 哈哈那是自然 好了 现在我们再来好好谈一谈正事 沐风笑望向三人 听说几位这次聚会都是为我叶峰而来 商量着怎么对付我叶峰 我叶峰虽然打下了清风间隔 不过好像还没有招惹过几位吧 沐风淡淡说道 手指在桌子上敲打 声音直扣人心 三人相互顾盼一眼 没有说话 如今还能说什么 恐怕之前说的话都被人家掌控 现在自己的生死都被掌控 与妙龄沉默了下 道 叶峰宗主 我们七雄之间自古以来就有规矩 你一来 就破坏的规矩 打破了和平 我们也不是故意针对你 而是维持以前的局面 沐风文言嘴角扬起一抹冷笑 道 打破和平 你们七方势力之间一直都是明争暗斗厮杀不断 哪里来的和平 只是都没有能力彻底拿下对方罢了 至于规矩 向来都是强者制定 你们觉得 我现在还用听你们的规矩吗 尹默组长道 今日叶峰宗主让我等长了见识 叶宗主有作用两方之地的能力 我等以后必然不会再多说什么 也不会再干预 没错 叶宗主 我们愿意承认您的势力 兴藤族长也连忙道 哈哈哈哈 沐风突然大笑 道 叶某还真是多谢各位了 不过 我需要你们承认吗 沐风计讽道 别忘了 现在各位生死可是在我手中 我来这里 也不是为了和大家 虚头巴脑玩政治全谋 他冷冽的目光扫荡过几人 道 我一一统七方 建立一个统一的势力 几位弱势支持我 那都是功臣 几位弱势不愿意支持 今日恐怕也只有人头落地 生肖到亡了 几位 你现在如何选呢 什么 一统七方 这 这家伙 好大的野心 几人心中震惊 双眸不可思议望着沐风 要吞并七个势力 他有这么大的胃口吗 叶峰宗主 你胃口太大了吧 我们都愿意承认你的地位了 你还想吞了我们 守得住吗 这么大的江山 银墨族长陈生道 这不用几位担心 守不住不要便是 不过几位的生死 今日必须有个选择 我不想我的卧榻之侧 睡着几个随时可能想杀死我的人 顺着声 腻着亡 游戏规则就这么简单 沐风喝了口酒淡淡说道 望着几人冷冽道 几位当家的脸色难看 面面相去之间都是一脸犹豫 还有你 飞龙殿主 你是彻底想沦为我锅中之食呢 还是成为我座下之臣 沐风让荒雄说话 荒雄就剩一颗头颅 这一颗目光也是阴沉不定 沐风已经说白了 几人和他作对 今天都要死 而这时沐风传音深厚的清风见主 清风见主叹息一声 道几位都臣服了吧 今日过后 气雄的势力平衡注定都会被打破 如今各位都身陷淋雨 你们的人马就更不可能是叶宗主的对手 何必落得一个灭族绝种的下场 清风见主的话这一刻无疑比沐风的更有用 四人沉默不言 只恨中了沐风的圈套 今日生死都在人家掌控之中 亦失足成千古恨 谁又晓得 天雷神宗都是沐风的人 取久之后 于妙龄长叹一声 神色落寞 道 看来 西雄之约的时代过去了 千语殿 于妙龄 愿意臣服叶峰大人 于妙龄长叹 起身对沐风恭敬一礼 于妙龄服软了 他可不想就这么死了 于妙龄千语殿来的八人相互望了眼 也叹息一声 恭敬对沐风行礼 妙龄殿主是食物 以后千语殿的人 还是你说了算 沐风淡笑 银莫 星藤族长也连忙道 银猴族 愿意听夜大人号令 我星藤族亦是愿意为大人 马首是瞻 两人也都服软了 我飞龙殿 也愿意臣服大人 荒雄几乎都是咬着牙说道 哈哈哈哈 好 沐风长笑 随后道 为了建立彼此的信任度 各位请放开神海 让叶峰留下些神通吧 几人满脸苦涩 不过是到如今不得不这么做了 都为了活命 沐风亲自给几人肿下的魂肿 他挥下的人 也对几方人马的强者 全部肿下魂肿 控制生死 烈天暗叹一生 暗道自己败得不冤枉 七雄这么多年来僵持的局面 今日都被沐风轻易解决 全部吞并 可见此人之才谋 不过他心中也隐隐有点期待 七雄合并 可是一股不弱的势力 黑玉神豹一族 麾下能堪比如此规模的势力 可是没有几个 七方人马加起来 三四十万神帝人马 七百多名主神强者 这可是一股很强的势力了 风婆婆眼中都是佩服 不费吹灰之力 不死一兵一族 心意就统一了七方势力 寻常人哪里有这么能耐 不过这一次 凤然是最大的成功原因 我叶峰 欢迎各位都归入我赤阳天宗麾下 荒雄 银沫 心疼 妙龄几位都将为我宗护法长老 沐风笑道 护法长老 说得好听 拜见宗主大人 几人哪怕心中怨气再重 心中再如何的不甘 这一刻也不得不恭敬拜见沐风行礼 沐风坦然受他们这一拜 道 今日之事 也为机密 任何人不得对外透露出去 对外 你们还是各自地盘势力的霸主 谁人敢违背我的意志 我不介意让他体验下我种下浑种的滋味 沐风虎目冷冽望过几人 警告敲打 我等皆听大人号令 几人也连忙说道 第三千三百三十六章 极易夺舍 沐风暗中收服了四雄 至于丰然的天雷神宗 自然也是听沐风的 不过沐风并没有把词识摆在明面之上 也就是说 除了这一次会议的人 没有人晓得整个七雄已经收纳入了沐风手中 这些人虽然种下了浑种 不过沐风可不完全信任这些人 让天赐派遣了一些暗风的人进入四方势力监督 随时把握 而这里的事情 也被尹凤汇报向了洛神界 洛神界 洛神宫中 洛灵望着预检中的禀报哈哈大笑 道 好一个沐风 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收拢了这么一股人马 沐风的姑姑 叶承雪端着一盏茶走过来 笑道 什么事情啊 笑得这么开心 雪儿 你看看吧 关于小风的好消息 洛灵把尹凤传来的消息给叶承雪看 叶承雪接过 认真阅读之后笑道 有勇有谋 不死伤一人就收拒了这么一股力量 看来我之前对风儿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风雨之中才见真本事 我很期待这小子能在混沌之中打拼出一个怎么样的基业 洛灵笑道 虽然沐风收拢的人马 在洛神界这种庞然大卧来说算不得什么 不过沐风能以如此吞并一股不弱他膝带去的势力人马 可见沐风才能 等他真正在混沌内预站稳脚跟 建立起一个隐形的门户 对我们诸天万计而言 那可就是太重要了 洛灵缠声说道 这就等于在主九阴的地盘里面安插了一颗针 当这颗针够强大的时候 这就是一柄能直插心脏的利剑 赤阳天宗各方人马回去之后 五方势力当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银末等人还是回去各自统领自己的人马 而对外的消息只是承认了赤阳天宗的地位 沐风釜底 小畜生 快放开我 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盘古圣族的公子 我爷爷可是盘古圣族的主宰人物 你们敢如此对我 我盘古族必然灭了你们 盘恒被封印在沐风的本源天宗 被沐风破口大骂 沐风望着盘恒 此人来头不小 杀不得 也放不得 呱噪 沐风神色冷漠 心念一动 强制肿在盘恒神魂中的九幽魂肿燃烧而起 啊 盘恒发出一声声惨绝人寰的咆哮 整个人都燃烧起九幽神火 此人怎么处置 青海问道 这人是个麻烦 不能杀 也不能放 只有控制住了 沐风道 他可不想得罪盘古圣族 天赐 训练的魂组人员怎么样了 沐风问道 魂组的人九幽神力皆修行到了神帝境界 天赐说道 很好 带一个人过来 沐风点头 天赐通知一个魂组的人进来 当初沐风让天赐培养一批人马 专门修行九幽神力 为的就是干这种占据人家神魂夺舍控制的事情 当初挑选了一千多族中自愿精英修行 不过 能修行成功出来极异神文的人也不过一百多人 失败者全部反噬死亡 不久之后 一人过来 对沐风恭敬行礼 沐重拜见王上 请起 沐风连忙扶起这人 道 沐重 如今恐怕到你牺牲自己这具肉身的时候了 王上 我们自愿加入魂组这一天 早就有了觉悟 随时愿意为王上效力 沐重抱拳道 好 你看这人 盘古圣族 血脉 天赋实力之强 顶级主神 比这些统领也不多让 以后你便叫盘衡 打入盘古圣族内部 沐风说向了已经昏迷过去的盘衡 盘古圣族 顶级主神 沐重震惊 能掌握这样的强者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毕竟他这辈子可能也到达不了主神境界 开始吧 沐风让沐重准备 沐重当下盘坐在地 凝聚极异神文 而沐风神魂力同样也是凝聚出了一股股金色极异神文 进入了盘衡神魂中 窥探对方记忆 同时开始抹杀对方意识 其间 盘衡醒了过来 痛苦地不断咆哮 大吼大叫 随着窥探对方记忆 沐风对盘古圣族这个强大种族的了解也是越来越深 甚至被震惊到了 盘古圣族 人并不多 就几千万人口 别以为几千万人口 相对其他种族 繁衍无数一年 人口几百亿的都是正常 这一族太过逆听了 老祖宗是盘古大神 混沌第一神灵 不过盘古已经化为混沌 而他们真正的祖宗是盘古的精血所化 随后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繁衍下的族群 他们那位祖先 可是混沌中超越天道的可怕存在 也被誉为混沌之中第一人 盘古圣族诞生子孙极为艰难 每一个族人都很珍惜 这一族极为团结 血脉之强 只要万岁成年 就掌握堪比神帝的力量 族中虽然人口基数不大 然而主神却是一大片 主宰境界的强者都有数十位 为混沌第一强族 盘古圣族曾经也想统一过混沌 毕竟实力这么强 不过遭遇了各方霸主联盟制衡 形成相互制约的局面 这盘衡的父亲也是一位十一重河道主神 差一步成道成就主宰的可怕人物 而他的爷爷是盘古圣族的一位主宰 当然他这样的子孙 他爷爷肯定不止他一个 而这盘衡实力还挺强悍 在盘古圣族顶级主神中 实力能排名前一百内 难怪能以顶级主神境界 和白紫月 穆峰都过招交锋 在盘古圣族中的确也算有些名气的天才 出了种族就是为了历练 穆峰心有余悸 若是真宰了这家伙 惹得盘古圣族暴富 恐怕诸天神界都保不住他 盘古圣族一族 就拥有撼动一方神界宇宙的恐怖力量 真是逆天的一族啊 穆峰也忍不住惊叹一声 随后 他抹杀干净了盘衡的意识 只留下了神魂空壳 盘衡意识强大 穆重是没实力抹杀的 而这时 穆重的极异神文涌入了盘衡神魂 神海 一道道金色神文 密布对方无意识的神魂 啊 穆重剥离意识 也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 意识随着神文涌入了盘衡神魂之中 而穆重的身体 东的一声倒在了地上 第3337章 司马家族 穆重在睁开眼睛的时候 自己已经完全换了身体 感受完全不一样的神魂 血脉 身体 内部蕴含的可怕能量 都给他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穆重洗身 肢体控制都还不太协调 对穆峰恭敬一礼 穆重 拜见网上 穆峰望着这一幕 也是会心一笑 成功了 请洗 从今天起 忘记你以前的身份 名字 你叫盘衡 穆峰说道 盘衡 拜见网上 穆重 不 盘衡再度恭敬道 以后在盘古圣族中 也有我们的人了 青海笑道 这一族 我不想去招惹 不过万事留着机会后路 万一以后和盘古圣族 发生什么事情 也有退路 穆峰说道 盘衡的事情解决 穆峰也少了一份担忧 如今七雄都吞并统一 下一步 你打算怎么做 青海问 凤一 黑玉神豹一族统治之下 还有那些强族 在我们这附近混沌区域 穆峰问道 凤一 一身黑色凤凰旗袍的女人 隐奉在混沌区域中的首领 她本身更是一位 被斩道境界时重的可怕暗杀王者 不过他们都是暗中人物 没有修行受神天诀 无法正面作战 颖凤 还有天赐的人 都是她和天赐在管 凤一道 黑玉神豹一族统治的区域 有九个大势力 其中司马家族离我们最近 距离约巴光年混沌神海的距离 这一族 本体是混沌天马 族群势力强大 西雄家起来恐怖才能勉强匹敌 族中斩道境界的爵士主神不少 家族已经是河道主神 主神境界最巅峰的人物 河道主神 沐风南南 何谓河道主神 斩去吞并所有多余道 本源皈夷的人物 半只脚已经踏向了主宰门槛 主神之中 真正的爵士 据说河道主神 神力已经拥有一部分大道神力威能 攻击力 实力非常恐怖 具体强者状况呢 沐风问道主神境界的强者 保守估计不下八百人 斩道主神不下二十余位 至于神帝境界的兵力 恐怕也不下三十万 凤义说道 沐风闻言沉默 若是论兵力 他的人马 整合七雄的人 倒可以和对方正面对碰 兵力更多 不过如此一来必然也会损失惨重 也曝露自己一方所有人马 这才解决了七雄 你就想对司马家族下手吗 会不会太快了 青海说道 我们的目标 是能取代黑玉神报一族 不过目前肯定没这个实力能耐 人家一位主宰就可以压得我们抬不起头 没有主宰 主九英也不会认可我们 取代黑玉神报一族 不过将来大事之前 至少的凝聚九大族这样的力量 才上得了台面 以便将来城市才有根有据 让人查不出蹊跷不绝的突物 穆峰说道 不过九大族这样的势力 人马 我们若是和他们战斗 黑玉神报一族可能会干预 毕竟他们都是黑玉神报一族 麾下的附庸族群 凤义说道 我建议穆峰少主部级发展司马家族 先将七雄的人马牢牢握紧 如今正面交战 哪怕取胜也是损失惨重 而且我们可能没有正面 对抗司马家和道主神的实力 穆峰淡淡一笑 道 我可没说要和司马家族硬碰硬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情 不是逼迫无奈 我穆峰不会做 不过 此刻的确也不用着急 天赐 让你的人摸进司马家族的地盘 最好抓几个舌头 好好了解司马家族的具体情况 穆峰对天赐道 明白 天赐点头 这种事情干得多了 他的人都是轻居首路 穆峰留下一句分身 打点宗门内的事情 而他自己则继续进入自己本源天中 研究无极圣法 修行神力领悟生死 持二系本源法中 只有生死法则没有本源圆满了 不过有一句天荒葫芦 修行道这个境界不难 不过 展道之前 他必须选择或者开替出一条 自己将要走的道路 持光荏苒 岁月如梭 转眼六百年过去 赤阳天宗 也是彻底取代了列天宗的地位 清风间隔归纳入赤阳天宗 赤阳天宗势力成为了六雄最强 而其他五雄 表面上也是结成了两个联盟 在外人眼中 又以三足鼎立 相互制约的局面出现 这一切 也是沐风故意布置在世人眼中的障眼法 出来混沌 藏风总比锋芒壁路要好 而这一日 赤阳天宗也来了一群人马 十多匹全身环绕熊熊火焰 头颅生长一根长脚 尾巴宛如舌尾 背上还有尖极力刺 外形如马的兽神破空而来 落在了赤阳天宗的大殿 这十多匹混元贴马化为人身 其中一人冷喝道 是阳天宗宗主何在 出来见我 这说话之人 一身青涩长袍 青年容貌 脸颊很长 长得就像一张马脸 额头上还有一只立脚 气息强大 是一位主神 跟随他来的 都是主神境界的强者 刷刷 一道道神光破空而来 是阳天宗的长老们一一出现 列天连忙过来 抱拳道 司马家族的大人前来 列天有失远迎 司马弘远大人 千年不见 这青年容貌的人名司马弘远 司马家族的一位嫡系人物 列天 听说你的列天宗都被人家占了 如今叫什么赤阳天宗 司马弘远望着列天 略带讥讽说道 列天虽然修为比对方强上一分 不过也不敢不敬 对方的讥讽之意也不敢有不满 道 在下实力不如新宗主 退位让险也是正常 哦 我倒想见剑是个什么人物 据说他一来 还把清风剑阁都给收了 上宫的时间来了 让你们新宗主过来见我 准备好混沌神经 司马弘远淡默说道 态度极为高傲 黑玉神豹一族为这方混沌之王 九大势力 便是他们麾下的九个家臣 也分管九个地区 为黑玉神豹一族办事 而七雄所在 也归司马家族馆 每个千年是要上一次供奉的 第三千三百三十八章 弹丸之地 竹九英的竹龙族 麾下十八尊竹仔 每人都有自己的地盘 帮竹九英分管这辽阔的混沌内域一方 混沌之大 包容宇宙 竹九英战绝的地盘不见得比诸天万戒小 而那十八尊竹仔 都有自己强大的种族 势力 也有自己的地盘 黑玉神豹一族 也是竹九英这混沌霸主麾下 一方混沌之王 有竹仔级别的老祖 统玉方圆数万光年混沌 而司马家族 便是黑玉神豹一族麾下的九大家臣之一 而司马家族自然也有自己的地盘 统治范围 西雄皆在其中 看似群雄歌剧 混乱不堪的混沌 其实有一个等级分明的统治阶级 混沌神经在下已经准备好 请弘远大人查看 劣天连忙送上一个乾坤戒指 里面装载了数以千亿计的混沌神经 司马弘远接过 走在前方 冷漠道 你没听见我的话 我想见剑叶峰 让他过来拜见 这个 宗主正在闭关 还没有出关呢 劣天为难说道 一群人进入大殿 司马弘远直接坐上了宗主的位置 呵 闭关 闭关有觐见本使重要吗 让他滚出来见我 你们不会忘了 我司马家族才是这方圆几百光年混沌的主人了吧 司马弘远冷笑 望向劣天 他今天来除了收供奉 还有个目的也是敲打敲打这兴起的赤阳天宗 天宗之主 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 赤 属下立马传音让宗主来见 猎天连忙联系沐峰在他神魂中留下的九幽魂种 这九幽魂种一定范围内也可以当成传音神服用的 很快 一道身穿黑色衣袍 面容刚毅的青年来到殿中 正是沐峰 沐峰一来 司马家族的人都望向了他 司马弘远神色巨傲 等沐峰来拜见 叶峰拜见司马家族大人 沐峰一来 恭敬抱拳道 司马弘远望着沐峰 打亮着 神念肆无忌惮探查沐峰修为 冷漠道 你就是叶峰 新的赤阳天宗之主 真是在下 沐峰硬道 嘭 司马弘远一拍宗主位置前的桌案 冷喝道 叶峰 本时到来 你为何不前来觐见 沐峰苦笑道 小人正在闭关 实在是不知道大人前来 怠慢之处 还请大人见谅 司马弘远冷笑 道 怠慢来使 岂是你一句见谅就能解决 这是对我司马家族的不敬 你可知 我若上报上去 会有怎么样的下场 沐峰文言 哪里不知道对方的言外之意 这家伙 是想敲诈他一笔呢 立马道 小人可不敢对司马家族不敬 我赤阳天宗虽然刚成立 不过绝对是以司马家族马首是瞻 沐峰手中光滑一闪 一枚乾坤戒指出现在了司马弘远的手中 司马弘远不动神色握住 神念探查其中混沌神经 这才满意 道 我量你也不敢对我司马家族不敬 听说你有几分本事 一来就把清风剑阁收入麾下 以后清风剑阁的供奉 也是你们赤阳天宗提供 沐峰立马道 这是当然 还有 司马家族不想再看见如今局面被打破 你赤阳天宗若是敢对其他势力再下手 司马家族不会做事不管 你明白吗 司马弘远警告道 司马家族自然不会望着自己挥下一方势力做大太强 不然扩张下去 会威胁司马家族的地位 在下明白 沐峰点头 心中却是冷笑 嗯 本座就是告诉你这么个道理 沐峰与林峰必催之 别太过了 我还要去银猴族 就不在你这里逗留了 司马弘远起身道 大人刚来就要走吗 属下已经命人准备酒宴给大人接风洗尘 沐峰道 不必了 那在下也不敢多留大人 打扰大人的正事 大人慢走 沐峰态度可谓是极为卑躬静静 司马弘远带人离开了赤阳天宗 又去银猴族收供奉 沐峰望着司马弘远等人消失的身影 眼眸中的卑躬之色消失 变成了一片冰冷 来人 联系天赐 盯着他们 沐峰冷漠道 莫 去空中一道声音恭敬打道 司马家族 好大的威风 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威风几年 沐峰嘴角扬起一抹冷笑 大人莫不是已经想被司马家族下手 猎天文言 眼皮子一跳 李甘心就坐勇这么一块弹丸之地吗 沐峰淡淡道 猎天心中震惊 本以为沐峰的野心也就是一捅七雄 没想到 还真想被司马家族下手 不过想来 司马家族在一天 他们怎么可能容忍一股能一捅七雄的力量 只是现在司马家族不知道 七雄实际已经被沐峰吞并 若是知道了恐怕会立马让人来击杀沐峰 不容忍这样的势力出现 司马家族麾下 和赤阳天宗差不多的势力有二十多个 沐峰一统其中七方势力 司马家族不把他视为威胁才怪 猎天震惊望着沐峰 沐峰淡淡道 跟着我 我让你以后站在更高的地方 看看这混沌中的风景 话语中是无比的霸气 也是满满的自信 沐峰消失不见 继续回去闭关 快要完全炼化那枚天荒葫芦 将生死本源修行至圆满了 别到时候自己风景没看成 把我们给摔死了 猎天心中苦笑 当然这话他是不敢说出来的 不过心中也有点期待 包括是他 沉浮沐峰这么多年了 还不知道沐峰到底还有多少底牌 人马 总之 越是觉得沐峰深不可测了 这赤阳宗主倒也是听话 还以为是个人物 也不过如此 司马洪远等人裂空而行 一名主神淡笑 他再如何强势 也不敢在我们司马家族显威风 司马洪远傲气道 一群人很快消失赤阳城范围 去迎猴族 而一群身影也是无声无息地跟着 司马洪远这群人又去看其他几方势力挨个收供奉 一连十多天后 这群人才从这方混沌区域离开 赶回向司马家族 然而他们不知这是他们厄运的开始 第三千三百三十九章 劫杀来史 一颗巨大的黑色星辰悬浮在混沌之中 没有任何生命气息 一片荒芜 司马洪远等人乘坐的神舟从星辰上破空而过 赶回司马家族 突然 一道刺目的金色光芒从天而起 宛如一柄从下方冲上的巨剑 将锁过之地撕裂两半 通隆隆 神舟的防御系统一瞬间被撕裂 哄得一声 背着道光芒撕裂两半爆炸 一道道身影 狼狈地从爆炸的神舟中出现 又惊又怒 谁 谁人敢偷袭我司马家族 司马洪远愤怒到 冷冽的目光望向了周围虚空 神念笼罩这一颗巨大星辰上方 其他的时来人 也是神念探出探查 极为愤怒 而一道身影 漠然出现在了他的神念范围中 他一身白衣圣雪 戴着金色面具 身后悬浮三柄神剑 冷漠望着司马洪远等人 眼神之中尽是杀气 李氏何人 竟然敢偷袭我司马家族的人 司马洪远怒喝道 望着这人双目伶俐 对方的气息也是一位顶级主神 骄出身上财物 可免疫死 白衣剑神冷漠说道 双手环抱 喝 原来是的打劫的贼子 敢把主意打在我司马家族头上 真是不知死活 去杀了他 司马洪远冷笑 对身后的人说道 刷刷 一瞬间 两位顶级主神出手 爆发惊人的主神力凝聚神通杀向白衣剑神 一柄巨大的金色锯锤凝聚 缭绕可怕神雷 一锤轰杀落向白衣剑神 还有一人 吐出一口强大的刀器 凝聚成了一柄万丈天刀撕裂落下 这一瞬间 白衣剑神也动了 黑色的巨大神剑天眼神剑落在脚下 踏踏剑而行 几乎是一瞬间 化为一道黑色闪电消失 背后天温落在手中 轰隆隆 下方巨大的黑色星辰被雷锤轰爆出巨大天坑 神刀更是差点把这颗星辰斩裂两半 然而 白衣剑神却未被攻击中 躲避神通锁定 刷 两人只感觉自己脖子突然一凉 一瞬间 空间波动而过 剑光化过了两人的头颅 两颗头颅瞬间被一剑割下 鲜血蹦剑 两人瞪大眼睛望着自己无头的身躯 不敢置信 而白衣剑神的身影 出现在了两人身后千米之外 一剑沾染神血 他冰冷的双眸望向了司马家族的剩下九人 司马洪元等人也是吓了一跳 如此轻易就秒杀了他司马家两位顶级主神 此人实力惊人 不容小觑 一起上 司马洪元低吼道 杀 九大顶级主神爆发神力 宛如星河爆发 一同杀向白衣剑神 还有一人甚至是斩道两重的顶级主神 白衣剑神三柄 神剑破空而出 几乎是一瞬间 消失在空间 在出现时 以极为诡异的空间速度出现在了三人的领域上 爆发可怕剑气刺透神域 恐怖的剑芒瞬间刺破领域划过三人头颅 又是三颗头颅抛飞 轰隆隆 司马洪元等人一道道神通轰杀在了三道神剑上 震飞三道神剑 而这时白衣剑神又破空而来 三柄神剑交汇 剑气交织成了三重强大的剑王笼罩而下 杀向一位顶级主神 给我破 这顶级主神挥动一颗燃烧可怕火焰的神珠 化为一颗巨大天火流星轰向剑王 然而 三道剑王切割落下 这神珠隆隆而响 随后竟然砰得一声爆炸破碎 剑王笼罩着人身躯 这顶级主神惨叫 被剑王分割成了碎片 死 司马洪元挥动一柄威力惊人的神刀劈向白衣剑神 白衣剑神吐出一口恐怖剑气 不下五种至尊剑气交织轰杀在对方的神刀上 司马洪元惨叫 直接被击飞 剑气透体 射出一道道通明窟窿 大战道主神一剑轰然落下 恐怖一击轰杀在了白衣剑神头顶 碎裂空间落下 白衣剑神仰头冷漠一笑 肉体毛孔翘穴中涌出一股股可怕剑气 整个人瞬间化为一道剑芒对碰杀上 轰隆隆 这战道主神一剑被击溃 口吐鲜血震惊望向逼迫来的剑芒 而这时剑芒中一道黑色毁灭全盲轰然杀至暴杀在他的身躯 啊 这战道两众的主神惨叫 被一拳击暴肉身 一人 三剑 杀的九名顶级主神大败 有人惊恐而逃 然而空间中一道黑衣身影图现 一剑急暴逃亡的那人头颅 不过片刻 司马洪远等人全部战死肉身 神魂藏在头颅中被封印 惊恐地望向白衣剑神 以及后面突然出现的黑衣人 你 你们到底是谁 惹了大祸了 司马洪远头颅哆嗦吼道 白衣剑神淡漠走到他身前 冷漠道 这个问题 你来是再问吧 哼 一道可怕神魂剑气轰击在司马洪远头颅上 司马洪远惨叫 神魂都被撕裂 不等本源愈合 直接抹杀了生命本源 彻底死亡 其他人惊骇 有出言求饶 有人怒骂 这些人留着 黑衣人手一挥 这些人头颅全部被收入本源天 下方的尸体 也被两人收取 只留下了一具 给司马家族一些线索 黑衣人冷笑 周围浮现出了十多名隐藏的隐凤强者 美目中光滑流转 有些震惊的望向白紫月 洛神宫中 如此强大的顶级主神也没有几个吧 不愧是剑祖清传 杀了这对人马 白紫月 天赐以及隐凤门自然离开了这里 无数亿万里外 这是一颗体积比太阳还巨大的混沌星辰 通体淡蓝色 有生命本源气息 星辰上有一片浩瀚的城池 司马家族 金色大殿中 碧绿的神域铺满地 三十六根盘龙神柱支撑着 听堂大气 一群人正在殿中会议 上方高位 坐着一名身穿赤红色长袍 身材雄伟的男子 他虎眉鹰鼻 双眸凌厉 坐在上方听取各方意见 不怒自威 司马平川 司马家族的当代家主 报 紧急来报 一名护卫焦急冲入殿中 丹西跪下 什么事慌慌张张 一位司马家族的斩道主神怒喝道 启禀家主 各位长老 大事不好 司马红元长老陨落了 这人惊恐说道 第三千三百四十章 请君入瓮 你说什么 这句话宛如一颗巨石 丢进了平静的湖面中 激起千丈巨浪 殿中所有的长老大惊失色 司马平川也是脸色一变 胡言乱语 我儿怎么会陨落 一名容貌看上去苍老 修为赫然是斩道实众的 强大主神怒喝道 瞬间出现在这禀报人生前 一把捏住了对方脖子 司马静 司马家族位高权重的 八大首席执事长老之一 静长老 小人不敢妄言啊 弘元长老的魂灯都灭了 还传回了死亡法相 请静长老过目 这人惊恐说道 拿出了一块玉符 司马静一把丢飞这人 拿过玉符 神力涌入其中 一道死亡法相投影而出 特然是司马弘远 被一剑击杀的画面 还有他眼眸中 白衣剑神的身影 弘远 司马静一声悲呼 随后一大口心血喷吐而出 整个人差点没有站稳 可恶 谁人所为 竟然敢杀我司马家族的嫡系长老 该死 谁人这么大胆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静长老节哀 店中的长老们看过之后 一个个都是怒不可结 也有和司马静有恩怨的人心中冷笑 骂了声报应 上方 司马平川脸色也是阴沉无比 道 来人 立马派执法队去事发地查明真相 他走下去 扶住了司马静 叹息一声 静长老节哀 天杀的贼人 别让我查出你是谁 路然我必灭你全足 司马静仰天悲吼 家主 司马洪元长老 我所知没错的话 他们是去各地征收供奉吧 身边跟了十位顶级主神 对方能杀他 恐怕其他人也是遇了难 杀司马洪元长老 可能是奔着大量的供奉去了 很可能是匪团所为 又一位首席长老 司马空走出陈生道 不管是谁所为 查出了真相 我司马家族都不会放过 这是向我司马家族挑衅 司马平川冷冽道 赤阳天宗 木峰府邸 湖泊之上 阴晕缭绕 一条几米长的小粥 静静停泊在湖中 木峰拿着一根鱼 干盘做木粥 陈力凝聚成丝 在湖中钓鱼 一旁的鱼锅之中正烹饪着 一条美味的鲈鱼 一身黑色长裙 容貌清诚的美人 小美丽在一旁煮鱼 偶尔望过这个男人背影 眼眸钟情深不解 泽泽 老木你倒是好雅性 拓拔青海的身影突然出现 站在木峰背后 望着锅中的鱼 深吸了口气 拿着一旁的筷子就尝了一口 笑道 美丽的厨艺越来越精湛了 鱼再好吃 可惜也只能留人胃口 收不了心 小美丽自嘲一笑 青海暗叹 这么多年过去 小美丽还没有能到放下老木呢 木峰收赶 又一条鲫鱼被收线入篓 转身过来道 事情办好了 嗯 天赐何子月传来消息 全部解决了 杀了司马洪远 至于其他人封印带回来了 故意留了线索 司马家族不傻 应该能调查得出是我们的人干的 青海说道 倒上了两杯美酒 和木峰在湖上吃着鱼火锅 喝着美酒 理着招请君入瓮 不饮锅水用的可真是妙啊 不过 你不怕司马家族清朝而出 到时候得不偿失 拓拔青海和木峰干了一杯 他司马家族怎么敢清朝而出 让自己老巢空虚 木峰淡淡一笑 道 而且 也完全没有必要 故意采用这种方式 就是让司马家族误以为 我们没有和他们正面扳手腕的实力 贪婪那一笔供奉 他们的势力 要灭我们表现出来的明面势力 出动一半就可以碾压 呵呵 这倒也是 不过司马家族中的河道主神 可是不好对付 恐怕的借助封天印的力量 嗯 这个我不会大意 这个你常常 嗯 呸 苦胆 你误我 不过 这一战也得让其他几熊配合好 哈哈 白痴 你苦胆怎么都认不出 让你吃你还真吃啊 小美丽 怎么苦胆一起放锅里了 哼 故意让你们数数口 小美丽冷横了声 人马肯定是要调配 不过出不出这张牌 还得看司马家族派出来多少强者 如果这张牌用得好了 说不定可以一举全歼司马家族 两人在湖中吃着火锅喝着小酒 天下大事 竟在杯酒之中 果然 司马家族的人也来了赤阳天宗的地盘 以及其他势力的地盘上查那位白衣剑神的身份 而白紫月 是在七雄大笔上出过大风头的人 并不是无名之辈 虽然故意掩饰了身份 不过那三柄神剑已经成了他身份了标配 不难让人猜出是他 而沐峰 也是命令五方势力 整合强者随时等候他的命令 司马家族 家主府邸 家主 凶手身份已经查出 一位猿人把调查的资料恭敬地放在了司马平川的桌案上 司马平川翻阅 冷声道 黑紫月 没错 就是此人 这人在七雄大笔上还出过大风头 后来也是他大闹清风剑阁 导致赤阳天宗和清风剑阁开战 赤阳天宗 宗主叶峰和这人是兄弟 恐怕 他截杀供奉有赤阳天宗的授意 这人说道 好一个黑紫月 好一个赤阳天宗 打劫黑痴的主意打到我司马家族头上来了 司马平川怒急而笑 把这资料给司马进长老 让他亲自带三百长老 十万大军 给我去踏平赤阳天宗 立我司马家族威名 司马平川冷声道 莫 这人退下 立马下去通报 夫君 此事我怎么觉得有几分蹊跷 有何蹊跷 这赤阳天宗 未必太大胆子了 为了一批供奉 就敢如此坑杀我司马家族的人 不怕我们报复 这其中 会不会有诈 这美妇人皱眉 感觉事情不太对劲 夫人多虑了 这赤阳天宗 我也调查过 加上新扩张的清风剑阁的人 也不多两百四十名主神 翻不了天 若是有诈 也不必遮遮掩掩掩了 恐怕就是剑材起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